報告委員會現在繼續開會 今天的議程有2 分別為 1.邀請教育部部長 就105學年度大學學雜費 調整列席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 2.教育部部長 就校園民主與性別平等 列席專案報告 並被質詢 首先介紹本委員會 今次出席委員 柯智恩委員 陳學勝招委 書巧會委員 再來介紹教育部潘文中 潘部長 我們的政務次長陳良基 以下省略好不好 上次都介紹過了 陳良基要特別介紹 因為陳學勝招委上次有點名 好 我們現在請教育部部長 進行口頭報告10分鐘 好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 你是先生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應邀提出專案報告 主要是針對大專校院學雜費調整 以及教育部推動校園民主及性別平等教育 來做專案報告 深感榮幸 希望藉此機會來聆聽委員的高見 並請委員來給這兩個專題 來做指證跟支持 詳細的書面資料請委員來參與 以下我就折要的來做個報告 大專校院學雜費一直以來都受到各界的高度關切 學校對於教育成本的反應 認為學雜費應該有合理的收費基準 以維持學校正常的運作 那麼學生及家長 則關心學雜費的調漲 可能會影響到經濟弱勢學生的 就學權益跟家庭的負擔 並要求大專校院 整個校務跟財務應該充分的公開來對外揭露 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 不僅反映學校教育發展所需的經費 讓學雜費確實反映在教育品質的改善 提供優質的高等教育環境 提升學生的競爭力 更應該透過完善的協助機制 來照顧經濟弱勢的學生 保障他在高等教育的受教權益 以維護社會公益 因此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 應基於提升品質 成本分擔 公平正義及照顧弱勢的原則 而對弱勢家庭學生 更應該透過學雜費補貼 以及各項的助學措施 以利益獲取向上社會流動的機會 為免造成學生就學的負擔 針對105學年度 提出調漲學雜費的 14所大專校院的申請案 本部將會嚴謹的來審議學校所送的案件 並將學校所提的新增助學措施 列為審查的重點 整體而言 本部隊弱勢學生 細從三個層面來強化弱勢助學的機制 第一是在經濟輔助的政策方面 包括大專校院各類助學措施 以及在招生跟考試報名費用的減免 第二是在入學機會的保障 能夠適度的擴大繁星推薦的比例 以及推動個人申請服弱招生的措施等入學面向來加以協助 第三是在引進民間的資源方面 能夠結合學校政府及民間團體力量 來共同輔助弱勢 使助學經費能夠逐聯的來增加 因此本部隊高等教育學雜費政策 系以教學品質 弱勢的照顧 辦學績效為核心 只要有就學醫院 協助到每一位弱勢學生 能夠來順利的就學 只要學生有困難 政府也會提供必要的協助 絕不讓任何不利的因素 來剝奪學生的就學權益 105學年度 共有14所學校提出學雜費調整的申請案 學校申請的調整的漲幅 在1.1%到3.5%之間 那麼針對送審案件 本部將依法邀及相關機構 包含學者專家 學生及家長代表 教師代表等 來籌組學雜費的審議小組 會嚴格來加以審議 那麼學校的財務指標 助學指標 以及辦學綜合的成效指標 除需符合審議的基準之外 也要符合資訊公開 原意的公開的程序 也必須要來符合規定 若學校各項指標皆符合規定 但是在助學的計畫不足 仍不得來調整學雜費 以確保弱勢學生的受教權益 那麼在經費自用方面 學雜費調整之後的經費 主要也用於協助弱勢學生就學 跟提升教學品質密切相關的 軟硬體設施的改善 以確保學生鎖繳的費用 能夠取之於學生 用之於學生 那麼審議的結果 會在今年6月底前來做公布 那第二部分是針對 有關校園民主跟 信北平等教育的部分 教育體制上的民主化 在對於教育事務的法令規定 逐步的來鬆綁 那麼歷經實事變遷 大學法、專科學校法 以及高級中等教育法 高級中等學校法 分別也給於師生 來參與校務會議的權利 另外也推動了 性別平等教育 本部依據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的規範 擬定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計畫 來協助各級政府、學校以及教育機構 進行性別平等教育 第一、校園民主推動的現況 那麼師生參與校務運作方面 主要有包含校務會議 以及學生在學業、生活、奠定獎程 及學生申訴有關的規章的這些會議 皆有學生的代表 那麼學校應該輔導學生 也來成立由全校學生來選集產生的 學生相關自治組織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輔導並促進學生的自治發展 學生服裝儀容的規範方面 那麼依照高級中等教育法第51條的規定 學校章則包含校規均授權學校來訂定 那麼本部訂班的學校奠定教師輔導 以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系作為各級學校來訂定 辦法時所來參考的一個行政的指導 那麼有關注意事項第21點 正列不得將服裝儀容作為處罰預計的目的 主要是考量過去學校對於學生不慎違反 服裝儀容規範的情形下 動輒會以警告方式來懲處 那麼建議學校應該避免此類事情 來就服裝儀容違規就盡以做成組的這樣的一個提醒 那第二點是性別平等教育推動現況及後續的作為 依照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7條的規定 國民中小學除應該將性別平等教育融入課程之外 每學期也應該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或活動至少4小時 本部已經積極來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研習及培訓的計畫 又本部國教署也補助地方政府來辦理 友善校園學生事務及輔導工作計畫 那麼積極來強化校園平等教育人員的知能 那本部也特別委託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來自播性別平等教育的宣導節目 並出版性別平等教育記刊 性別平等教育專刊 以及建制性別平等教育師之人才資料庫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的 調查處理專業人才庫等 以具體的來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相關工作 那麼本部將持續透過訪事及在職的訓練 來強化各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專業運作 那麼依法來督導學校實施性別平等教育的課程 以及教學跟相關的活動宣導 那並加強教育人員對校園侵害性騷擾跟性霸凌事件 調查處理程序的認識跟知能 使教育人員及學生更具性別平等的儀式 以上報告 敬請委員來指教跟支持 好 謝謝部長的報告 現在進行尋答每位委員尋答時間10分鐘 必要使得延長2分鐘 列席委員尋答時間8分鐘 10點截止發言登記 委員若有臨時提案請於質詢結束前提出 處理提案時若提案委員及連署委員均不在場原理不予處理 首先請柯智恩委員咨詢 謝謝主席 我們請部長 部長早 今天所報告這幾個題目 不管從學雜費的調漲 還有包括這個新平所衍生出來的可能 宵禁問題還有民主問題 我其實特別感同身受 因為過去當學務長六年半的時間 我都是在第一線來處理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完全是從第一線的工作者的角度 來就教於這個部長 那我們當然就是從最影響層面比較大的 學雜費的調整開始來談起 那我們知道每一次到五六月的時候 整個校園裡面就會掀起一場師生大戰 每個人都各有自己的立場 學校忙著開工廳會寫計畫 然後學生就覺得又要被剝一層皮 滿快跟學校來抗爭 但是我這邊有特別聽到的部長曾經提到過 因為現在不是一個好時機 所以未來在這個學雜費的時間 一定要做個嚴審這個部分 部長你是不是已經開始透露 這一年審查的一個結果了 跟委員報告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想我確實也說 因為現在整個大環境 對學生對家庭來講 尤其也很大多這個弱勢的 比較經濟弱勢收入比較低的 確實會擔心學費 調整這個議題 沒有錯 所以所以你是不是已經預告 今天的今年14個學校 申請的結果了 我想我只要是表達環境 那當然因為教育部 這幾年也建立了一個學雜費 調整的審議的機制 你剛剛已經特別報告了 有關於這個弱勢的照顧 學校辦學績效跟財務的這個部分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 但是這裡面就親自到兩個部分 我們從學校端來去看 學校他基本上辦學有他的壓力 而且他特別覺得是說 當你要求他財務透明公開的時候 學校大部分的時候 都會有盈餘出現 可是學校就會抱怨 這個盈餘的過程當中 基本上面並沒有把資本門 還有包括把所謂舊建築的一些 所謂的攤題跟折舊錄算進去 而且學校的經營也需要有現金 要有準備金跟預備金 所以怎麼看他都還是會有盈餘 那學生當然就會覺得 學生基本上覺得 學校有盈餘我幹嘛漲學費 而且最重要的是 學生覺得CP值很低 他們光是通識課程 永遠沒有一次可以選到他們喜歡的 然後他們很多的體育設施 他們永遠覺得不夠 然後教室永遠覺得人很多 所以兩個部分裡面 教育部每一年面對這樣的狀況 沒有一個更好的方式嗎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原本教育部在102年 是有提出一個常態學雜費 因為它是每年都會碰到的一個 但是我想這個辦法 也還在有委員會這邊 來開始做一些審查 你趕快來做一些調整吧 每一年我們光是五六月的時候 所以就近期而言 我想在這個辦法還沒有審查前 我想近期還是會透過這個 就像委員談到各校的狀況不一 家長 學生還有經營學校 所以你剛剛就提到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審議會 那你們告訴我們審議會的代表 包括我們來看一下審議會的代表 請問審議會的代表 包括教育部的人 包括家長跟大學裡面沒有教師公會 大家家長裡面也沒有學生 也沒有家長代表 也沒有老師代表 還有學生代表 請問這些代表的代表性到底是如何 是 目前確實如委員所提到 未來會公開透明嗎 比照我們的課綱一樣 會把這些人的名稱把它公告嗎 因為這才符合所謂的公平嘛 是 我想這個初期 我們會把這樣的結構 讓社會各界也知道 它其實是兼具各方面 包含學生代表 也達了五分之一 那怎麼出來的 後續的 學生代表怎麼出來的 目前學生代表是 也算是透過公開 之前教育部 我們青年署這邊 有組成了一個青年諮詢委員會 這是經過廣泛的推舉真審後 那目前是由 所以基本上目前為止 你們還不打開公開這些 所謂15位人員的一個名字嗎 我想是個別委員的名單 這個我們暫時也覺得委員有 但是審查的結果會透明公開 就是說學校通過或不通過 不是只有這個答案 還有理由是什麼 我想 其實部長 我今天不是要跟你argue 這個什麼800塊 漲了1.5或是3.5 這是整個很大的一個所謂的 我們整個台灣高等教育 一個體質上的問題 就成為你剛剛所提到的弱勢學生 但是我們看看下面的數據 你就知道 我們到底政策上面 有哪一些的問題 目前為止在14個學校當中 公立跟私立的比例大概是多少 就是說我們這14個學校當中 應該是四間是公立 三間 三間是公立 其他都是屬於私立的 那過去我們已經 調高的部分裡面來做 也都是私立計值比較多嘛 過去幾年的經驗當中 但是部長你知道嗎 一天到晚 要求提高所謂補助的 常常提出要來申請 我們這個調掌學費的 都是我們弱勢學生 最多的學校 那我們根據最新的 103年學度的這個 這個所提出來的部分 你會發現我們所補助的助學 各位你要知道 助學就是極度弱勢的孩子 助學的人數呢 是我們公立的6.5倍 然後你更不要說 他的這個金額 6.5倍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然後呢基本上面呢 你看他們就學的 這個學貸的部分裡面呢 公私立的比率 我想部長一定都會 非常的清楚嘛 就學貸的比率來去看的話 也是公私立基本上 是差距其實蠻大的 更不要說他們所貸款的 一個金額 然後呢部長 你再看看下面這個部分 我們會發現呢 基本上面弱勢學生比例最低的 排行第一名是陽明大學 第二名是交通大學 第三名是陳次長的台灣大學 曾經有交通大學的這些 這些的校友 他因為過去覺得 因為是被學校給照顧 弱勢學生 所以他學成之後 想要捐一筆款項給教大 結果他發現 他上面的條件是弱勢 沒有 基本上發不出去 因為教大沒什麼弱勢學生啊 一個好好的這個部分 我所服務的學校是整個 整個都不知道該怎麼發了 我所除了 那你看我們現在那個 弱勢學生比例最高 四十幾的學生 你看都是兩個在花臉 兩個在花臉 所以你看看 我們發現這就是一個 惡性的一個循環 我們頂大的學生 基本上面他們在這個地方 是有需求 可是需求點比較低 反而是那一些 你看看這些學校 這些學生達到四成 這個事情當中的學權小組 還特別提到 他們幾乎有一半 四分之一的學生都要有學代 這個比率 基本上就是代表出一個 學生難怪會覺得 他們自己被剝削了 更不要講 他們在大學所受到的 這個教育出來之後 根本就在這個工作上面 也是低薪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 學評世代的登場 這個學評所代表的 不是只有他們在學代 在他們這個大學裡面 已經背了一大部分 部分的一個金錢 更表示就是 他們的學習上面 也是非常弱勢的 因為你會發現 很多學生 他因為經濟環境的關係 他根本沒有辦法 進到很好的學校裡面 所以呢部長 我基本上面在當學務長的過程當中 我一天都要簽十幾張 有關於急難救助 學生就拿出來 這個爸爸媽媽 唯一家庭的 這個所謂的經濟的支柱裡面 他們生活過得多苦 每天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 難怪學務長的這個 這個年限只有1.9年而已啦 因為每天就是需要搞這些事情 所以你就會知道 所以這是整個世代的問題 而不全只是學校 所以我今天請問部長 雖然我知道 他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困難 你有沒有考慮過整個教育部 要開始面對所謂的 所謂的 教育公有化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的私立學校 佔77% 這個 私立學校佔77% 可是我們學校大部分 國家大部分的資源 都是放在公立大學 我完全同意 頂大的學生一定要培養 可是這些學生 特別是弱勢的學生 難道不是我們國家政策 應該好好來扶持的嗎 他們缺財財啦 不是什麼原因嘛 部長你這沒有什麼 額外的一個對策嗎 我跟委員報告 剛剛委員所分析 我們確實看到 國內大學弱勢生 入學的這種趨勢跟 學習上的負擔 所以除了剛才談到 助學軍的協助之外 其實我們也要求頂大 因為畢竟他也獲得 比較高的資源 沒錯 應該要逐步的再增加 對弱勢生入學的機會 目前只有2% 而且還把綁標頂大的計畫 你覺得如果2%夠嗎 當然我想這個 剛才委員提到 我們就逐步在 讓這些弱勢的孩子 是有機會進到 這樣的一個國立的學校 基本上你會看 我們台灣最喜歡 校法的歐美國家 他們基本上私立大學 其實最多一步是 11%跟13% 大部分都是公立大學 我們台灣剛好是相反的 我也跟委員在補充 像清華所提的 這個續日專案 其實他也是一個 特別來照顧 他已經開始在做 但是畢竟人數還是算是少數 另外一個我想後續 也因應未來整個高教 聲援減少的這個趨勢下 教育部就是整個展開 有關 我覺得這反而是一個轉機 是一個區域 整個高教資源的盤整 這個我也特別提出來 這當中也就是希望 在區域裡面 我們能夠利用這個機會 考慮教育公共化 高教公共化的這個利用 因為基本上公立大學 正會是教育部未來 在整個高教發展裡面的 重要的 非常重要 我希望部長能夠做出承諾 因為我們這些弱勢的孩子 基本上沒有透過 國家的資源的 一個照顧裡面 他們是非常困難翻身的 我剛剛所提出來的 學評世代 其實呢 如果環境不夠好 他們學習不可能 就是等待失敗的人 不會像過去只有20萬 我告訴你會30萬 那是國家競爭力 最大的一個挑戰 所以這個務必請 部長放在心上 然後呢 另外一個就是當過 學務長裡面有關於 今天鬧得沸沸揚揚 有關於我們福大女學生 學生為了會長 來絕食的部分 雖然我們強調 所謂的大學自主 基本上以我們學校而立 學生有一些的想法之後 大概每個學校都已經在 根據學生還有學校的考量之下 都會變成所謂的 電子的刷卡機 那你如果是一刷卡過去的話 家長有意見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刷卡的紀錄告訴他 每三個月記一次 家長其實也對教導人有交代的 就學生自主有了 那請問教育部 基本上這是大學自主的範圍 可是已經鬧到學校學生 都要出來這樣子 絕食抗議的 教育部有沒有什麼更積極的做法 除非你昨天所提到的 平台問題之外 有沒有更積極的做法 學生命在旦夕啊 是針對我們福大同學的這部分 這兩天教育部也跟福大 我們校方有緊密的聯繫 因為學生的安全 當然是第一考量 所以這部分學校也努力的 來請醫護人員來照顧學生 那對於有關門禁 尤其當然福大的這一次的門禁 特別考慮從性別平等的概念 是學生他們所提的訴求 那這一部分就跟大學自主 跟性別平等教育 性別平等教育法當中的規範 所以我昨天才會提到 我們從一個平台能夠來讓 所以你還是用一個勸導的方式 希望學校能夠柔性勸導的方法 希望學校能夠做出一些改變嗎 因為平台就是一個資訊的 一個溝通而已 當然這個學校對於性別平等教育 跟學校比如像宿舍管理的這部分 我們也希望在那個平台裡面 就像委員所傳到 委員服務的彈大 其實它是一種管理的方式 也照顧到學生安全 也讓學生有個別自主空時間的機會 那這個平台也希望能夠分享 各校其實是一個好的經驗來共同 所以你還是透過平台 希望學校能夠透過 哇等平台建構學校 學校不會沒有吸收這些訊息吧 所以到底目前最積極介入的方法是 教育部會不會介入這次的方式 我想為什麼要這個平台 不是我想只問部長你會不會介入這一次 輔大學生這個絕食事件的處理 很具體的一句話 會不會介入 現在學校已經跟學生就是在對話 我想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早上他們也召開校務會議 會跟學生這邊的訴求 能夠取得一個共識 那結果目前為止 還是由學校來做這方面的處理 所以教育部目前就是持續的關切就對了 那什麼時候 如果萬一學校還是不肯 還是在這個部分裡面 還是持續在溝通呢 那你們怎麼辦 教育部還是就等 還是等學校做最後決定 還是由學校來做最後決定 其實這個階段 我們也一直在提供學校一些 各方面的資訊給學校 就像剛才委員提到 因為真的管理的方式有多元 那學校目前的爭執是在於 學校跟學生這邊 好像各處一方的看法 沒有問題 那個部長我時間到了 因為我一點都不擔心這個問題的答案 因為未來兩三個組 這個我們的委員 有很多是輔大的校友 他會好好跟你在這方救教一下 好不好 政大校友就不必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科委員 謝謝 好 接下來請蘇巧惠委員質詢 主席我們請部長 好 請潘部長 蘇恩好 部長好 部長今天知道說 其實教育部長要面對的問題 真是五花八門包羅萬象 連次長都點頭了 而且有很多就是時事 其實第一個時事 還是一樣跟上回我的質詢有關 跟天氣有關 昨天的天氣台北市 是有史以來最熱到了38度 所以其實我們委員會很多的委員 包括我們今天坐在主席台的 趙偉 黃國書委員 和台下張料萬間委員 大家其實都有一致的決議 以後應該要輕裝剪蟲 這個西裝外套可以脫掉 至少不要打領帶 你看他們兩位男士 今天都沒有打領帶 對 這就是我說的 其實時代在變 連氣候都在變 所以呢 不管是我們的服裝 甚至是本席上次提到的 全台灣的學校 是不是應該有風雨操場這件事情 其實部長都應該要能夠 認真的來思考 什麼樣的硬體建設 軟體設備 對學生是最好 所以 部長我是不會要求 你在這裡就拿下領帶啦 這樣不裝重 但等一下張料委員說 可以考慮向他們看齊 好 我尊重委員會的決定 是 好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來 剛剛其實柯智恩委員 已經先提到了 我相信未來大家也都會提到 就還是一樣是這個輔大 輔大事件的部分 剛剛部長有提到說 尊重學校的多元管理方式 所以目前教育部的態度 是成立平台來處理這件事情 面對這件事情 但是本習在這裡實在是要覺得說 當然大學自治是一個最高的指導原則 所以每一間學校它可以有多元 它可以有它自己的管理方式 所以各校之間可以多元 這都沒有問題 但大學自治實在是不應該成為教育部卸責 不做監督工作的一個藉口 我想在這邊請教教育部部長 你知道你有掌握數據 我們目前台灣還有多少學校 是存在宵禁的 那又有多少學校 男性宿舍和女性宿舍 是有差別待遇的 部長這邊有掌握資訊嗎 不要只是發生一間學校 然後我們處理一間學校嗎 是 昨天我有請同仁來做個了解 這個數據還在整理當中 因為主要也希望 在建構這個討論的平台的時候 我們能夠充分的了解學校的狀況 那我在這邊先提供部長 和各位同仁參考 這個數據呢 是在2011年的時候 有一個民間團體 大學學生權力調查評鑑小組 它所做的報告裡面 有117間學校 是79%是存在門禁的 那麼有39間的學校呢 26%佔了26%喔 是男生和女生是有差別的 可見得今天爆發的只是輔大這間學校 但事實上全台灣 確實存在著這樣的現象的學校 還相當的多 那為了今天的質詢 我們的助理喔 我辦公室的助理 還特別去包括電話訪查也好 去網路上面調資料也好 在我們能力所及的50多間學校裡面 就有8所是存在著男女宿 是有不同的宵禁規定的 這包括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學喔 有中原大學 文化大學 東海大學 當然府人大學是在其中之一 平科大 中心 海洋 高雄音樂大學 都是 所以我在這裡想請教的是 教育部長 教育部的態度 教育部到底對宿舍門禁 和男女宿舍平等規範的 立場和態度是什麼 是認為男生跟女生 本來就應該存在差別的待遇嗎 我跟委員報告 為什麼委員審慎的 要成立這個平台 因為這一次以輔大為例 學生不只是門禁啦 還涉及到男女同學 在學校有關門禁上的 管理上的差別 這個在目前學校大學自治的 這個前提下 但是我們性別平等教育法裡面的 第14條也特別有所規範 在學校有關對於性別的特質 性別認同等等的 也有一些這方面的敘述 但這裡面就是去談到 因為我也請教過相關的性品專家 在這兩者之間 確實有各自不同的見解 這就是本席想要討論的問題 確實大家引用的法條都是同一條 都是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4條 但是它的本文和淡書 確實就是我們今天可以來爭論的部分 到底這個宿舍 宵禁時間 門禁時間 男女的不同 它到底是用前半段本文 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 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性向而給予 教學活動評量獎程福利 及服務的差別待遇 不得喔 不得給予差別待遇 還是它是適用後面的淡書 淡性質 這個真的是教育部應該要好好的來思考 並且督導的 因為我本席剛剛有提到說 大學自治不應該成為這個卸責的藉口 就是因為確實啊我們來看 您提到教育部這邊有一個計畫 是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的發展計畫 裡面是把學生事務和性別平等的 都當成指標來納入喔 這兩個東西它都把它納入 當指標納入 可以說明了 教育部其實是把性平教育 性別教育 是 當初一回事的啊 不然不需要當成是列為指標 成為要不要獎勵私校的指標之一嘛 但是這個地方有趣的就又來了 當我們把它納為指標之一 可是後面的結果有什麼差別嗎 我們來看看我幫你計算過囉 部長你知道性別平等教育這個項目 它在獎勵就是剛剛這個計畫裡面 所佔的比率大概是多少嗎 也就是說如果它是得0分和得100分 它的差別會有多少 我這邊計算過了 如果把這個項目放在整個計畫裡面 它一共只佔了千分之2.1 也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個1億的獎助計畫 它得0分和得100分只差多少 差20萬 1億裡面只差20萬 你覺得學校會重視嗎 所以剛剛部長講了這麼多項的性別平等的措施 我實在是覺得這個恐怕還有可以檢討的地方啦 就是說除了做的部分 項目的部分哪一些內容可以做 是值得討論之外 還有後面的監督的模式 我們也可以考慮 到底怎麼樣可以落實真正的性平教育 那部長再請問一個實務的問題 您來自第一線 所以你也經過小學等等的這些基礎的教育 基礎的工作第一線的工作 那你會覺得哪一些具體的事項 是最能夠表彰性別平等的呢 除了今天有發生了宵禁 我們在談宵禁 那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部分呢 我想委員從剛剛的指教 也確實是教育部為什麼會 包含對我說輔大 這個是一個例子啦 那但是就在性別平等教育法的精神 跟大學自治啊 我為什麼照說如果只沉重大學自治的情況 就不會再去論述後面為什麼要再去 但是我長年的目標還是一個想法 因為這是一個需要大家來充分溝通 然後大家也都知道 學生門禁的管理的方式其實是多種方式 不是唯一啦 那這種情況下 能不能讓這些一個一個的個案可能產生的爭端啊 可不可以在這樣的會商討論裡面 來加以更加的長遠 可以讓學校在發展上不會動輒 就引發這樣的一個衝突的議題 其實確實是非常難問 因為這是兩個價值啦 那我認為說大學自治當然是我們一定要守護的價值 過往非常多的這個質詢裡面 我們也針對大學自治這個部分來討論 所以確實不能因為發生了個案就偏廢了這個價值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性別平等 這個也是一個我們想要遵守的價值啊 我們也想要守護的 並且在這個時代進步的當中 真的是應該立為表彰的一個價值 那麼這兩個價值放在一起 他今天就不是只是單純討論 宵禁這個個案到底要不要解除 這麼單純的事件而已 而是上綱到教育部的態度和立場是如何 所以本席在這邊討論的其實是 未來部的一個監督 做一個最高教育主管單位 他的監督的態度總是要有個立場 那您是不是能夠為全台灣的學子來守護這個部分 這是本席想要討論的 因為畢竟衍生下來的其實不是只有宵禁啊 剛剛部長在說的服儀的部分 你看看我們在爭取服儀的部分 其實大多是女校啊 女生可不可以穿短褲 女生可不可以穿體育服進校門 你有看過男校有這種問題嗎 其實也沒有啊 所以不管是宵禁也好 不管是服儀也好 我相信這都有性評的概念在裡面啦 那這個是第二個時事題啦 那最後一個也是讓部長在這個地方做一個表述喔 部長今天還有另外一題 就是這個 教育部呢現在呢又推動了這個 開始考招聯動 所以現在的國醫生 我們等於是從110年度開始喔 又有考招聯動 這種學測方式又要改變了 那其實有相當多的家長會反映說 哇是不是新政府上台 新團隊上台 新部長上台 我們的考試方式又要做變動了 在這裡 就這個社會有疑慮的部分 我們花一點時間給部長做個澄清 我想這個考招聯動 12年國教課綱 其實不是哪一個政府 是整個政府啊 長期為 是我也相信是這樣 這個整個我們台灣的孩子啊 在入學在就學喔 相關的一個系統性的研究 所以 招聯會其實啟動這個 研議啊已經是很長的一段時間 相當長的時間了 這個不會是新政府 這個上任不到半個月啊 立刻能夠升出這些草案 所以我想這部分 絕對是長期性啊 而且是 能夠把課程 這個高中子的學生的 學習活動 這幾天大家在關心 我們的學生 到底六個學期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所以這一些 我想是部分新舊政府 都是在為整個台灣 在整個孩子的 整個升學進入啊 課程的設計 學習活動設計的 一個系列 可是家長的感受就是 哇你這個新政策又要推出了 是不是他最在意的 其實家長最在意的 就是自己孩子的權益嘛 那是不是考試方式 又要做變動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 部長 你有什麼樣的方式 可以讓家長覺得 更能安心一點 覺得說 我的孩子不會受到影響 你用什麼方式 給家長信心 我再跟委員來做報告 像12年國教課的這個 整個入學 我想在之前委員會 我也特別的說明 那個基本上是維持在現在 穩定的制度之下 讓有些條件 比較能夠符合 免試入學的 就學區或學校來入學 所以對多數的 這個區域 它是維持一個穩定的狀況 那像這一次 大學招聯會所啟動的 這是從103年 就開始來做 整個研議的規劃 這也是因應當時 有一個規劃的時程 是107學年度 會有12年國教課綱的實施 那從這樣的一個 集成的搭配 招聯會才去因應 新克剛去做這個規劃 其實本席這裡 也非常認同 部長上次提到的 分階段 分區域 穩定的區域 我們就開始推類繁星計畫 讓大家可以就進入學 才能達到真正免試的效果 所以我相信 這邊部長是有步驟有節奏的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 家長的信心 其實是整個教改計畫 能不能成功的關鍵 我在這邊再一次的說 上一次部長提到的 我們創造更多成功的案例 讓家長有信心 取代於教育家長 我相信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在這裡也請部長繼續加油 好 謝謝委員 我會來努力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蘇委員 好 接下來請 吳思瑤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有請潘部長 好 請潘部長 委員長 部長您好 早安 是 我們都在關心 輔大絕食抗議的學生 要爭取校園的自主 我稍後再跟您論述 事實上 今天斗大的新聞報導 命在旦系的 不只輔大的 爭取校園自治的學生 連台北市柯文哲市長 昨天語出驚人 又一次的柯市風格 市大運辦不好 就要切腹自殺 首先我要告訴柯文哲市長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求助才是最好的處理 出路 這句話 是所有 只要有相關的 自殺新聞的報導 大家去注意 我們現在NCC都要求 要寫這句話 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求助才能找到出路 而求助是必要的 我記得 我記得一兩個月前 還是舊政府的時期 還是吳思華部長的時期 我曾經針對2017世大運 請求教育部更加把勁 更多的協力 我甚至請求 吳思華部長 要能夠協力台北市 畢竟2017世大運 這是全台灣的民主 可是我很遺憾 我在這裡跟吳思華部長 唇槍舌戰了許久 他就是不願意為了世大運 好好跟柯文哲坐下來聊一聊 談一談 他們上一次見面 就是不歡而散 玩家收藏 就是在講其他的議題 你很清楚 那我問 您最近上任之後 有跟柯市長見面吧 跟吳遠報告 在上個禮拜的院會 我特別也跟柯市長 在院會很短暫的碰面 昨天下午 我親自到市府 拜會柯市長的團隊 主要也是為了世大運 後續的共同努力 謝謝部長 我們看到舊政府的吳思華 這樣的擺爛 而新政府的潘文中 新部長一上任 優先主動的走到市政府去 從教育部走到市政府去 主動的去向柯文哲市長提出 有什麼需要中央來協力 我非常肯定 謝謝 我希望 確實 現在世大運 碰到一些問題 畢竟柯文哲市長 也是接了前任的爛灘 好龍斌 留下了超大的爛灘 2017世大運 柯文哲 雖然切腹自殺 話是講的太重 我也不鼓勵 這樣子的一個公開的科士語言 但是 我感謝您 但未來就是要檢驗 剩下一年三個月 來我們看下一頁 台北市政府具體的向您提出了幾項協助事項 包括協助如期的完成大專院校部分的市大運場館的整建工程 這個部分您全力承諾全力支持嗎 是 因為昨天會談裡面 有提到這個重點 也幾個屬於我們學校系統的設施 好全力 不會出包 教育部會來全力協助 台北體育大學的游泳池的部分 找到替代方案了對不對 輔大的田徑場 似乎替代方案 還有問題 我在這裡做提醒 所有大專院校相關的場地 謝謝潘部長全力協助台北市 第二個 請教育部全力來協助補助網球中心新建工程的調波經費 當初原始預算是15億 因為流標三次整個物價上漲之後 要增加3億多 教育部是不是能夠比照1比1的補助原則 來協助台北市政府這個部分的經費問題 網球場 網球中心 委員報告 昨天也確實為什麼要專程來跟柯市長討論 幾個非常重要的競賽場地 包含網球中心 這部分可不可以幫忙 昨天也明確的提到 在這個多億出來的3億多元當中 教育部跟市府會各分擔10% 非常感謝 再一次謝謝潘部長 第三個 請教育部體育署協調 好體育相關協會跟組織 盡量在舉辦活動 包括直籃直棒 在2017市大運8月份的期間能夠錯開 有利於我們的轉播進行 也有利於聚焦這個世界賽會 這也全力協助吧 是 好第四點 現在各大專院校的市大運的場館營運的管理 需要及早啟動各個場館各校會自聘管理的總經理 這個部分您也協力各校跟市大運辦公室 台北市政府協力的主動來積極互動 OK 昨天也特別談到這個 所以我想除了體育署 我們高教跟記者也會共同來協助 最後一項就是鼓勵 既然是市大運 沒有道理 我們廣邀全世界的運動卓越的大學生來到台灣 而台灣的大專院校卻是冷冰冰冷漠一帶 全員一起來熱情響應 這個絕對沒問題 好 五大要求 我再一次代表我的選區 台北市 那感謝潘部長新人新政 那更加的積極來協力2017市大運 謝謝委員 我想這我們應該做的 謝謝 好我下一個主題 今天講性別平權 來 校園性侵的事件啊 部長 校園性侵是台灣不敢面對的真相嗎 輔大又是輔大 我是輔大的校友 最近太多輔大的風風雨雨 我覺得非常的憂心 非常的痛心 校園性侵事件發生在去年 然後呢下一頁 學校第一時間試圖隱匿 並沒有依性侵法主動召開 學校那個層級的性侵會 好不容易召開了 還用以威脅來結案 一直等到司法調查判定他是性侵之後 學校才改口再次召開性侵會 我想這個過程您很清楚 您應該有所掌握 下一頁 這個案子有很多爭點樣樣像像都違反了性侵法 包括社科學系企圖掩蓋性侵事件 阻撓學生製作筆錄違反性侵法第21條 校方為主動召開性侵會 直到當事人申請才召開延遲了三個月 性侵法30條規定是三天內要召開 學校非但沒有主動召開拖了三個月 第三 以沒有調查權跟沒有公信力的黑機關 另外成立一個心理系的工作小組來替代法規規範的性別平等委員會的調查 這也違反性侵法的第六條第九條 然後呢 他很多違法包括 以衛鮮結案 最後在檢察官公佈檢驗報告之後才以性侵來辦理 然後讓這位加害者退學處分 很多很多 我非常遺憾 我來自福仁大學 來我們看下一頁 我要跟你講 剛剛是個案 我當然不能容忍 一個大專院校尤其是天主教的學校 我們在說連一個女性宿舍女生宿舍的宵禁 都要如此高壓的管理 但是對於女性權益的 已經遭受性侵了 福仁大學是這樣子的不聞不問 是這樣的試圖吃案 教育部應該也不能容忍吧 部長 我給您看通案 等一下您一併回應 好 是 這個是教育部給我的資料 2014校園性侵害的事件調查 這是確定成案的 全部在2014年的調查總共發生了438件 不只女性受害 女學生受害的是71% 男生也有被性侵 高達28% 而當中有向下發生的這樣的趨勢 第一大案類佔55%是國中生發生性侵案 第二類是高中值21% 第三類是國小 國小的孩子有57案 13% 第四類才是大學生 大學生畢竟是成人 他可以自我保護 有36案在8% 出目驚心的數字 下一頁 同樣是教育部給我的數字 以加害者跟受害者的關係 663案高達94% 都是學生對學生的性侵事件 學生對學生 顯然我們對於學生之間的 這樣子的一個教育 提醒 後續會衍生的心理輔導 都非常的百費待舉 市長 對不起 院長 不是 部長 下一頁 但是我有一個質疑 我們的統計有關於校園性侵是多個版本 每一個版本差好大 我剛剛給您看的是 教育部給我的2014年全年438件 可是呢 我又在2011年的媒體報導看到 光2010年整年的會整就897件了 暴增三倍了 欸這個數字 是兩倍之差 我們到底有沒有一個精準的 有一個專責的機構 在勇敢的去面對這個 我們往往不敢面對的真相 下一頁 所以學界有說 官方的性侵犯罪數據統計 都只是冰山一角 所有刑事案件中 犯罪黑數最高的一種案類 就是性侵 而以台灣的保守估計 實際發生的性侵害事件 應該是官方統計數目的7到10倍 7到10倍 部長 你就告訴我 統計誰在統計 誰在掌握 誰在調查 誰在協助 誰在做後續的輔導 我已輔大 我的學妹發生這樣的事 我真的很氣憤 來部長請回應 是 謝謝吳委員剛剛 所分析的幾項數據 驚心動魄的數字吧 對於這個有關 這個性 受到性騷擾裡面還有幾項 包含性侵害性霸靈 我今天跟你談性侵 是 我們就講最嚴重的性侵 它是幾項的這樣的一個數據 那從這幾年 其實大家也都很強力的在要求 一定要有通報 好大家 新人新政 你告訴我你要怎麼做 對這個通報 我覺得是第一關 如果這個東西 就像委員關切的 如果這個東西被隱瞞了 你後面的這個作為就沒有 一旦如果像輔大這種被吃案 試圖吃案 後來被抓包 被打臉的 你告訴我怎麼處理 我跟委員報 現在這個案子 你要不要全力主動介入 召開教育部級的新評會 對 如果是 有到這樣的一個 我們受理的通報 這個案子已經達到這樣的狀況 我們會主直接就是專業的調查小組 好 就在這裡我要到你的答案 就輔大這個案子 殺雞儆猴 看學校在吃案看看 教育部 主動針對輔大的個案 主動召開部級的性評會 因為到昨天我站上質詢台的此刻 你們的說法還是 學校自己去處理 謝謝部長 你給我的答案 謝謝我會追蹤 最後 輔大灰姑娘的事件 我只問 部長 你的小孩 多大了 有畢業 有的正在讀大學 有女孩子吧 女兒 兩個都男孩子 這樣子 如果你有女兒 她今天在外面做功課晚了 尤其一些建築學系的景觀學系 她往往是熬夜在做功課 或者是即便有一些學生的出遊的這個行程 讓她delay晚歸了 超過12點沒回家 或者是你給她的門禁可能是10點11點 我先問你家沒有門禁嗎對不對 你家有沒有門禁 沒有 很好 如果有小孩發生超過門禁 有不得已的原因 沒有辦法回到家 你會狠心的把門鎖起來 你在外面逗留 你在外面 我不管你的生死 你不要回家 做人背部有可能這樣 不可能嘛對不對 教育機關 教育怎麼來保護孩子 這樣不合理的一個門禁的規範 是在保護女學生 還是讓女學生陷入一個危機 部長我不滿意您剛剛回應 蘇委員的諮詢 您還是推給各校自主 其實我很多數字我今天沒時間 這不只是一個性別平權的議題 這更是一個教育者怎麼關懷孩子的議題 主動介入在校園自治的這個規範裡頭 你們要主動盡速的去統計 各校的消極狀況 我認為作為一個教育者的心 應該突破應該進步 不能十股不化不能鬥退路 就是應該勇敢的反對消極 不管是規範男性或女性 男性女性男生女生的生命 都是一樣珍貴的 我跟委員報告 正是也朝委員剛才所提到 在大學自助這個是一個原則 但是碰到類似這方面 你的態度是不是應該取消消極 您的態度 我想我會儘快的召開這個 您個人的態度 當然我尊重何一致 但您告訴我 您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各校的管理 站在一個教育者 關懷孩子 保護孩子的心 我想各校的管理 一定要搭配的 那性別平等這件事情 那是一個價值 那您的態度 您的態度 我剛才提到的 你個人 你個人知不知大學生了 都成人了 還要有消禁 你支持嗎 他現在所謂的消禁 應該是說絕對禁止 現在目前學校 現在就是 12點class 你不能進門了 他有多種的方式 你同不同意 大哉問 就這個問題 不然我不下台了 我們下一位主席 下一位 管理的方式有多種面向 您個人的態度 各校管理 我尊重 學生意見可以納入 你個人的態度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管理的方式 可以讓學生看 委員說 他晚上如果12點 因為有事 他還是可以進出 下一位委員來接力吧 我佔用大家時間 好專案報告 好就專案報告 愛護孩子 這不只是性別平權 這是一個教育的 關懷的思考 真的 勇敢一點 勇敢我剛才學路你那麼多 公開一開 整個海撩了 加油 性別平權 校園的自治 我們還要加油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謝謝 好接下來請 吳志揚委員咨詢 主席有請潘部長 好請潘部長 吳志揚委員 是 我想跟吳志揚委員 問的那個 我覺得值得另外做一次專案報告 那今天大家比較關心的還是在學費調整的部分 在你的報告裡面你講到 我們對弱勢學生要從三個層面去幫忙他 我今天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這麼多措施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就學貸款 我覺得這個機制如果做得好 相當程度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所有的學校 要申請這個學費賬 部長你自己也講了 在禮拜一的時候講 現在這種社會氛圍 薪水沒有賬 生活成本增加的狀況下 不太容易同意學費賬價對不對 你現在還是這樣看法嗎 這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但是你的審查機制 你會為審先判嗎 我想我們既然成立這個審查機制 我想主要還是會 援以來做這方面的審查 那我建議教育部既然你講過這樣子的話 你要重嚴審查每一個案子 重嚴審查 但是說實在 就我的了解 有些學校真的是很認真在辦學 也非常久的時間沒有賬價 然後呢 你要看他們到底有沒有具體的作為 我想而不是說疑慮就不准帳價 我們會依照幾個指標 裡面把我們辦學的成效 他用不用工 不用工的 你窮 你苦那是你家的事情 用工的人 有很好的這個助學的計畫 有很好的未來發展的計畫 可以帶給學校很好的發展的 有時候要給他鼓勵一下 但是我是覺得今天如果一直扯債 要不要漲學費 家長 學生 甚至老師他們都會覺得 不要漲學費 這是合理的一般判斷 但是我們如果一直現在這種 學校跟學生之間是有點為了這個事情 是站在兩邊的話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好的很健康的政策 所以我們要從其他的機制來幫助他 所以我今天第一個 不管你這十幾個案子 會不會過 但是我建議要從嚴的審查 是 好 在您上任以前 我在質詢教育部的時候 也有講過這個事情 我們早期是大學畢業及就業 後來有一陣子變成畢業及失業 對不對 那現在大家流行講的是畢業及失業以外 還要加一個悲債 現在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部長你知道現在到二月底有多少個 在學或畢業學生還有在學代的 我告訴你大概有94萬人 94萬人 這麼多 那當然 教育部有一些方法在減緩 比如說你月收入 通常規定是畢業以後 一年以後 畢業一年以後開始 或當兵一年以後開始繳 但是如果你的月收入在3萬以下的話 你可以申請還繳 最多三期 就是最多你可以在四年以後再開始繳 看起來是一個德政 但是你知道這個94萬人裡面 真正有申請這個還繳的人 大概多少 只有33,150 跟我們調查到實際上 他的薪資是低於3萬塊的 顯然不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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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那時候就有要求教育部 那你新任的部長 我想你比較跟民眾在一起 請你好好的調查 是真的不需要還腳 還是他們用了別的方法 還是你們的手續太麻煩 你們的手續宣導不夠 大家不知道 我現在最擔心的是 請看下一頁 最擔心的是 其實有遠超過3萬3,150人 在不延緩直腳的狀況下 實在是有困難 他不是選擇去申請還腳 他是選擇其他比較容易取得資金的 比如說信用貸款 比如說信用卡刷卡 這樣子的話 從原來的學貸 繳不起學貸 就會變成刷卡來還學貸 他的債務轉成卡債 卡債久了以後 又變成卡奴 部長對年輕的學生來講 這些五千塊一萬塊 都是大錢 所以我第一件事情 拜託你研究一下 33,150人以外 是不是有人符合條件 什麼原因 沒有申請還腳 這部分我們來做一個了解 謝謝 這個如果你 因為這個學費 就算我們現在都不漲 事實上就很多人可能變成卡奴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現在發現 即使是我們因為收入低於3萬塊 或者是中低收入戶 我們有把它的還款期限 攤得比較長 攤到144期 好了 我們要算過 大概每個月 要攪得從4167 降到大概2178 但是這2178 我認為說 可能我們一般已經在社會上 站穩腳步的人 可能認為說還能接受 但是這些如果是發生在 收入低於3萬的人 中低收入戶的人 這2178 可能還是一個大數字 大數字 比如說 我假設 他每一個月的收入 是21780塊好了 他等於就是他的10% 就要拿出來還貸 所以雖然總數 感覺上沒有那麼多 但是佔他的收入的百分比 實在太高了 所以部長我那時候有提一個 那時候好像是次長在 那時候我提一個 有沒有辦法算一下 算一下 可不可以用薪資的某一個比例 是多少你們算看 也許5% 6% 當作一個 他每期還款的一個上限 就是說在他很不理想的 一直沒有找到 好一點薪水的工作之下 他的還款的比例 也不要超過一個百分比 不要死板板的 就是說我們就只有兩種 貪成幾期幾期 這個叫做連動式的一個計算 部長你可不可以答應 你去很快的研究這樣子 我們只是把他的期限 再拉長一點 學貸你不要怕嘛 他一輩子在台灣 他一定會還 有一天一定會還給你 你不要在他收入不高的時候 去急著要在他30歲以前 把他還完 他50歲60歲 總有一天他會還完 總有一天會還完 那對於教育的投資 這一點事情 我覺得不要太去計較 所以我的建議是連動式的 就是說他的收入的百分比 一定作為他當期還款的一個上限 所以上一次 上一次有一些媒體在 沒有聽清楚 然後引用錯誤的報導 說本席主張說 還不下去就不要還了 我並沒有這樣講 是那個時候不知道哪一個師長還是 專門委員 他說有國外好像有類似的制度 我說你們自己去研究看看 我沒有建議說要免還 我的建議很清楚 就是這個每個月還款 是不是可以連動上限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我在禮拜一的時候 質詢你的時候講到 你的幾個政策 可能我認為跟學代有關係 就是什麼呢 你記者會提到第五項 你說為了縮短學用落差 教育部建立一套機制 鼓勵高中職畢業年輕人 先到社會歷練 然後一段時間再回來大學就讀 對不對 你講的是縮短學用落差 可是我想到這 因為你剛好是說高中先停下來 先去做事再去念大學 我想到的是 蔡英文總統講的那個 18歲以後 年輕人先工作再進修 然後設立一個教育專戶 工作幾年以後 這筆錢 這個專戶的錢就可以幫助他 來當做教育經費 蔡英文總統講的好像不是學用落差 而是減低學代的壓力 你們兩個到底講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是兩個都會有這樣的效益 就是說因為高中職畢業後 如果他有這個意願 他進到職場去體驗 其實之後如果他有這個意願 再回到高等教育去做授教 他的學跟用其實是一個好的經驗 當然剛才委員特別提到 在規劃裡面 因為也有這個教育帳戶的概念 也就是說這些學生 當他歷練了幾年 也儲蓄了幾年的這個費用 再回到高教去授教 事實上他可能就不再需要再用學代 他這兩個應該不充分 我有兩點針對這個 這兩個有兩種效果 兩種效果 對不對 所以你會去研究這個教育帳戶 好 那我個人認為 這個主要還是蔡英文總統講的比較對 重點在協助解決這個學代的負擔 那你講的學用落差 我不覺得是用這種方式 因為一般我們講的學用落差是說 你在大學念完書以後出去馬上有事情做 而不是叫你先不要念大學中間 先去做事 然後再回來念書 不是這樣子 因為重點在你要改善你大學的教學品質 如果這個人他發現他進到大學 出去念書這個做事以後 他做的事情經驗比回來學你這個大學 沒有改變的這種很無聊的教學課程 這個大學對他來講他會覺得沒有用 是 我跟委員補充 學用落差的要處理的幾個策略 應該是還要幾個多管道 剛才談到這個18歲後 這只是方法之一 這個不是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也不會是太大比例的學生 一定有這個意願 但是在班長產學員的這部分 未來會是教育部一個很重要的 技職發展方案 這個就是其實就是說 意思說為了減少學貸 鼓勵民眾你自己去賺一點 政府幫你貼一點 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白話文就是這樣 應該這麼說 我說學用落差的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比較多管道 剛剛談到的這個 蔡總統的教育帳戶 其實重點不是學用落差 但是他也可以真的讓年輕人 多一點職場的歷練 好 我再 主席我再多講一點 你剛剛多很多時間 我再多講 另外一個就是我那天也跟你問到 另外一個蔡總統提議的 就是教育的這個發展賬戶 是從出生開始就幫你去累積 到18歲的時候 大概會累積到54萬 54萬以現在來講 基本上你根本就 基本上不用扮學貸了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子 那這個如果這個方向 所以這兩個東西 根本就跟學貸是有關係的嘛 那學貸的問題就是說 當你在這兩個措施能夠做好 能夠幫助我們的學子 籌措很基本的學費 它在學貸的壓力就減少了嘛 那我的意思重點就回到說 今天這個學校的學費 要不要漲價 這個東西不能讓學校跟學生之間 是 變成一個對立嘛 如果你有這麼好的 像你的學貸 有這麼 像我建議的這麼 有彈性的還款方式 再加上 再加上 教育帳戶 教育發展帳戶 三個都是很好可以 協助大家解決這種問題 不要每一年 學校跟學生又在講 一個要漲價 一個反對漲價 這樣子不是辦法 是 謝謝委員的建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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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志陽委員 下一位有請 張廖 對不起 黃國書 趙偉 謝謝主席 請潘部長 張偉好 部長 這個教育部每天都在火線上 事情多得不得了 其實我也是很佩服你 你願意來接教育部長這個位置 你知不知道部長這個位置是火坑 你知道嗎 你有這個膽識來 我還是要很感謝你 也佩服你 今天丟了這個指考學測合一 這個合一 這個政策 是你上台後的政策 還是已經討論過一段時間了 我跟趙偉報告 這個趙連會是從103年 就已經因應整個未來課程的發展 還有考試連動的這個 他們開始啟動的規劃 好 但是是在你任內以後 決定的政策 那 坦白講 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爭端 你現在制定的任何一個教育政策 其實都會有非常多的爭端 現在教育部 你只要推出一個政策 就是風吹草動 動輒得救 動見觀瞻 要非常非常謹慎 不然的話 你的政策推出去一段時間 被質疑以後 又收回來了 你會落入父子其旅的窘境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部長 那最近這一段時間 有非常多大大小小的學生運動 從爭取福儀的解禁 到反對課綱太陽花學運 我們從講比較大的 318太陽花學運 大家會講這個總召是誰 怎麼沒有圖片 好 318學運的地下總召滿一九 這個 反課綱運動的地下總召 吳思華 好 再來 你看我們一系列的這些學生運動 非常多 從課綱服役捷徑 政大教官事件 清大反病校 輔大女宿舍的抗議 一直到學費調漲的爭議 有非常非常多 往後當然也會很多 好 我想跟部長講一個概念 學生的權利 要受到重視 你有沒有看過一部電影 叫做《武壯元書起兒》 這部電影 這電影裡頭 大家都記得一句話 很經典的 當時那個皇上 找了丐幫的幫主 找來說 你這個丐幫幾千萬 到處作亂 我這個當皇上怎麼會放心呢 丐幫幫主跟皇上講說 皇上啊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丐幫呢 不是我的關係啊 是你皇上的關係 道理就是這樣 我們如果很多的教育政策 包括很多的學校 現在要制定非常非常多的政策 包括學費的調漲 如果是站在學生的對立面 他當然就會層出不窮 最近爭議很大的 大學學雜費的調漲 有多少學校啊 我們來看 有這麼多學校 當然這個不是今天才有的議題 這已經每一年都會這樣炒一次 每一年都這樣炒一次 當然不只國立大學 私立學校當然更多了 國立大學要求要漲學費有道理嗎 有道理嗎 這個當然涉及到整體的教育政策 到底是要公共化還是要商品化 當然這個爭論不會有答案了 現在這些爭議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 我們有調漲學費的程序 我們有這個程序 但這個程序它怎麼走呢 學校會針對定義學校調整的各項指標 它會進行評估 然後會依規定 成立審議小組 決策小組 舉行學雜費公聽會 一直到這裡 都沒有學生的意見可以進來 即便各個學校舉辦公聽會 學生的意見也進不來 再來 會整資料提報校會相關會審議程序 就這個樣子 調整學雜費與否 沒有的話就報教育部備查 沒事 有的話 OK 要教育部核定 好 現在問題來了 教育部怎麼核定 是 跟招委報告 因為現在我們所做整個學費 如果有調整的程序裡面 如果學校像在接受 這個內部完成了學校的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包含公開資訊 還有學生參與意見表達等等 送到教育部之後 教育部是有一個有關學雜費的 審議小組的機制 成員也代表各面 包含學生代表教師家長等等 總共有15 之後就會依照幾個三樣重要的指標 來做這方面的審查 這些程序要做到讓教育部去核定 它可以調整 太容易了 真的太容易了 你無從了解 它哪一個程序不夠完善 它送來了 好 針對這幾個學校送來了 你六月要決定了 有哪幾個學校你可能會把它退回 這個進入到審議小組討論 因為這個不只程序的討論 程序那叫必備條件 重點還是在學校所提的這些 依照指標所提出來的調整的內容 委員是會就實質內容審查的 好 很好 部長 我認為調漲學費 這個攸關學生的權益重大 那當然也涉及到整體教育的理念跟價值 在整個審議的過程 學校送到教育部來 這個整個程序 必須要很清楚的納入學生的意見 也就是今天我們排定的這個議程裡頭 要彰顯的一個主張 就是校園民主 沒有經過一個民主的程序 沒有把攸關權益的學生的意見納進來 它就是一個片面決定 這個片面決定即便它形式上的程序 合乎規定 但說穿了就是打假球 打假球 我們都知道 現在每個學校經營上都有困難 但是調漲學費的角度 不是站在學校經營 是不是能夠獲利虧損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還是要站在我們學生他受教的權利 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我不會完全反對調漲學費 但是我主張調漲的過程裡頭 應該有一個妥善的程序跟學生好好討論商量 我們要調漲的理由是什麼 調漲了以後 學校可以幫忙學生增加什麼東西 這個是一定要的吧 部長 所以我認為你們現在的這一個程序 還不夠完善 還有檢討的必要 所以我建議你們再去制定一個更合乎 校園民主程序的審議辦法 有了這個程序以後 我們再來處理 現在各個學校希望調漲學費的這個政策 這是我的意見 當然給部長你參考 是 好 再來 教官也是一個議題 你知道這幾天 東海大學有一個教官 有壓力了 然後被帶走了 但學校的處理就是讓他請假了 這個教官他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壓力 他覺得他工作上他受不了了 他說各界都質疑 正結事件跟東海大學教官有關係 當然是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 那教官要不要處理 這一直都存在的問題 但是我們要很妥善的處理 教官當時是怎麼來到校園的 當年當然是戒嚴的時代 黨國的時代 但是他經過這麼多年了 他還是沒有改善 但是我認為 教官要不要在校園 他是值得來討論 教官存在的法源 是依據全民國防教育法 他是為了國防教育 在國防教育裡頭 他也沒有說一定需要教官 他必須要有一些合格的教師 來擔任 世之不足的時候 才有教育部 認可經全民國防教育的人 培訓的合格的軍訓教官來擔任 好 結果這麼多年來 我們就一直用了軍訓教官 來從事全民國防教育 那我們用了教官 其實就是要來做這個國防教育 但是現在教官在校園裡頭 只有在做國防教育嗎 太多了什麼事情都得做 跟打閘一樣 還要維持交通安全 還要學校校外的安全教育宣傳 學校的很多大小事項 都要他們處理 還有 我這裡頭的事項 是從一個學校裡頭 他去定的教官的工作的事項 找出來的 包括學生的生活的輔導管理 好 這樣問題來了 學校的輔導人力 需不需要 我們現在學校園裡頭有層出不窮的事件 包括輔大 最近很多爭議的事件 我們有學生輔導法 部長你瞭解吧 學生輔導法裡頭有規定 高級中等學校12班以下要一個人 13班以上每12班就要自一個人 我沒有這個規定 但是沒有一個學校 會按照這個規範 按照班級去禁用輔導人力 就是輔導教師 都是用教官來從事這個工作 好 我們來看 下一張 這幾年來教官人數的變化 政黨輪替 所以在98年那時候政黨輪替以後 教官的人數並沒有因此增加 94年那個時候是有減少的 但是政黨輪替以後它並沒有減少 102年的時候呢 立法院有一個決議 要求高中的教官 八年內要退出校園 這幾年來從102年到現在 我們有沒有好好去處理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也不願意看到時間一到 這些教官就要拎著他的行李 就離開校園 我相信也不能這個樣子吧 我們總是要有很妥善的規劃嘛 要來幫他們轉制吧 那我們現在各個學校按照 學生輔導法的規範 我們還有欠缺這麼多的輔導的人力 校園輔導的人力 除非你跟我講說 校園現在都不需要輔導 還欠缺這麼多的人力 那教育部是不是應該把這一些 在校園裡頭的教官協助他們做轉型 應不應該 這是不是一個可以處理 教官校園問題的一個方向 可是這幾年完全沒有處理 102年到吳世華部長完全沒有處理 他的回憶就是自愛難行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有一些妥善的處理 部長你可不可以簡單的回覆一下 是 跟趙偉報告 第一個是教官確實在校園裡面 他們的辛苦工作 在學生維護安全上也很多的貢獻 那依照102年附帶的這個決議裡面 也希望教育部能夠跟國防部 我們幾個相關的部會 能夠在8年提出一個比較 這樣的一個規劃 也包含對人力的這個替補 我想教育部這邊後續會依照 在學生安全輔導的前提之下 我們會提出這樣的一個規劃來 好 我們希望教育部盡早 而且要很積極的去處理這個問題 不然到8年 102年8年就是110年 110年處理的時候 你如果都沒有一些準備 這個問題會變成很積極 我們不希望這些在校園裡的教官 到最後變成國道收費員 好不好 好 會審證來做規劃 是 好 請部長做規劃 謝謝 好 謝謝黃昭偉 謝謝部長 下一位有請許智傑委員質詢 謝謝 好 主席 大家好 我們請潘部長 許願好 部長好 部長你應該有聽過灰姑娘的故事吧 好 到了12點的時候 要趕快回去 要不然這個就要被罵了對不對 那這個輔大宵禁的問題 最近沸沸揚揚 那部長我不知道您的想法怎麼樣 你認為宵禁適合嗎 是 跟委員報告 因為輔大同學為了宵禁的問題 這兩天教育部也跟學校 有保持密切的聯繫 尤其對學生的這個 決死學生的安全 沒有 我現在不管輔大 我現在管你自己的思想 是 我想對於這個有關大學校園自治 跟當然輔大這個部分 宵禁裡面當然還有跟性別平等 這樣的議題相關聯 大學自治是一個思想嘛 對不對 那是不是宵禁是一個思想嘛 那學校的思想跟學生的思想 跟部長的思想可能都不一樣嘛 那我現在是要問部長的思想 就在你的思想裡面 你覺得宵禁適合嗎 我跟委員報告 像如果以校園的管理裡面 如果能夠一致性 不讓性別之間產生有被差別待遇 我想這個是性別平等當中一個價值 那對於學校在宵禁的這個 管理上面其實也應該要考量到 除了學生安全也要有學生彈性方便 所以現在學校也是多元的模式 因為你也當過爸爸媽媽對不對 是 我們想我們自己都有孩子嘛 我也有兒子女兒嘛 所以我也不希望我女兒都太晚回去嘛 但是我們是用勸導溝通 對不對 比如說偶爾偶爾真的有事 超過12點回來 我們也是 後來早上回來 是 因為我們是要顧到你安全 所以我們是保護不是歧視 但是呢 如果你是硬性規定 你如果12點進行不回來 那個超過兩次 他要縮小你就沒有了 這個是生命中 難以承受之重對不對 所以我想今天我先問部長本人 就是假設現在你是府大的校長 你認為你會怎麼處理這個事情 你先不用去管別人怎麼想 我先看部長你的思想是怎麼樣 我剛剛也特別表達 假設你現在是府大的校長 那這件事情你會怎麼處理後續 因為維護學生安全 這是所有人的共識 那對於學生在進出宿舍的 這個方法的管理上 其實不是只有唯一一個方式 現在可能如果就府大目前學生陳述的 主要碰到的問題是這個比較硬性的規定 就有當碰到這個有個別需求的時候 就有很多不便 反而有時候也可能造成另外一個安全的問題 對 所以我們其實比較一下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 一般來講 我們從二十幾年前讀大學 就男生宿舍就沒有在管制了 那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我記得我們女生宿舍好像是 有一些是十點 那我們學校也都是十二點 有一些學校是十點 那我們來看所有的爸爸媽媽在管自己的兒子女兒 通常會要求女生都比男生還要嚴格 那當然他老是一句話告訴我們 就是要保護你安全 那我們來看 這宿舍的管理 尤其是最後這個實際的管理狀況 一般的男生宿舍他可能會有自治幹部 一般的女生宿舍他都是行政阿醫 那當然府大還有很多的修女 好 基於保護跟歧視 到底有沒有什麼應變的彈性的平衡的措施 所以剛才部長你講的 但是概念上也可以啦 就是說你不見得要用消禁 那比如說我們如果用刷卡 至少說你進出我能掌控嘛 我基於對於女生的保護 那我用刷卡的方式 但是呢我不會說 因為你看那個第一張 剛才我們換段片的第一張 是那個刷卡以後就出不去啦 也就是說我就是單向管制或者是 你就是這樣你就不能處理了啦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當然要保護我們的女兒 所以我們會盡量勸導他 半夜不要外出 但是呢如果真的有事情 其實你用這個電子刷卡可進可出 我們不會去限制他的自由 好如果這樣子的方式 部長你可以接受嗎 是跟委員報告 現在就了解多所學校 也朝電子刷卡的方式在做管理 所以你覺得還不錯對不對 還有一些是紀錄啦 所以這個紀錄有時候也可以提供給家長 來參考 所以我就講說 我們先看部長的思想 你也覺得這樣不錯吧 所以今天如果你是輔大的校長 你可能 我不見得大學自治要你現在去干預啦 來說現在你是輔大的校長 你可能會改採 就是電子刷卡可進可出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多元的管理方式讓學生可以來做好安全維護 我是問你嘛 像電子刷卡是個方法之一 當然輔大如果能夠也參考其他學校 他們原來的擔心的事情的管理方法也可以做得到 我想這個是更周延 OK 所以你看他們輔大還有一個那個 你看這個副校長的講話 這個副校長的講話真的是會讓你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太過於威權的管理啦 台灣不應該還換在這種社會啦 你的贏片如果沒有撤下 以後呢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 這種就很像方便在說話 所以這個也是校園思想的一部分啦 我們現在是民主社會 我們對孩子的訴訟我們都可以充分去尊重 只是說如果不一樣 我們可以讓他建議 讓他參考 像這個 如果影片沒有撤下 沒有任何談判空間 這個 部長如果是你 你可以接受嗎 我想在這個 不管是師生 這些相關的對話 即使是可以多聆聽啦 然後我想多方面的建議 來做後續的處理 應該這個共識會更高 對啦 對吧 所以現在就是民主的社會嘛 不應該用這種方便的訴訟嘛 你再不拿下以後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 這個是多麼強硬 多麼嚇人的誓言 現在是要怕學生愛而已 所以這個部分我希望說 部長這個是一個整個 將來台灣教育環境的思想的改變嘛 那我們以後要塑造什麼樣的教育的風格 我們要培養出什麼樣的學生的型態 這個都有息息相關的嘛 所以我今天舉這個例子 不是說你要去處罰這個副校長不是這樣子 而是說這整個思想就不對啦 所以輔大在這個部分真的是有調整的空間 其實我也在輔大旁邊住過兩年耶 我小妹我怎麼投輔大 那個時候我讀大學的時候 為了照顧我妹妹 我還在輔大租房子租了兩年在旁邊 所以其實也覺得說 這個思想真的是有調整的空間啦 好 剛才跟部長提到就是說 有不同的做法 我們可以考慮費宵禁對不對 這個是我自己寫的啦 所以叫做我是許智傑 我支持輔大女術費宵禁 這個是我自己的簽名啦 如果像這樣子的 希望部長簽你願意簽嗎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看待這個議題很重要的是 學校應該跟學生 也聽起學生的這個建議 然後在一個學生安全下 有一個學生也覺得很好的管理模式 我想這個是多贏的 我想部長我沒有要你去直接干涉 當然你的意志會影響到學校的思想 那我現在就談你個人的思想 如果你個人 像這樣子的費宵禁的 這樣子一個想法 你可以支持嗎 我跟委員報告 我覺得一個學校裡面 如果我們說性別的差異 你就大大說 你能夠一致 很簡單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除了性別平衡 教育這個很高的價值之外 他實質的管理 讓學校能夠去做充分的溝通 對啦 這個校園才會 我這邊補充一下 是 這個費宵禁 我其他也是多元 多聽孩子的意思 這個費宵禁只是說 把這個封權的思想拿掉 但是你有什麼變通的措施 都還可以包含在這邊當配套 所以我們不是那麼嚴格說 廢了就是完全不管 但是你有很多的配套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到 電子刷卡可以自由進出 但是至少有個紀錄 那可以讓家長說 你小孩在哪裡 你小孩現在檢視不在學校 我可以很清楚跟家長交代 這個是配套 所以我說的就是 這樣子一個思想 再加上有部分的配套 像這樣子的思想 部長你願意 如果是你 你願意簽署嗎 我已經簽了 來 沒有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一致 一致 學校這個 因為又是一個大學 我們一直比較希望 我現在想法一致就是 簽署 簽署你會嚇壞 簽署你會覺得嚇壞 還是說我簽署就沒差 我本來就這樣想了 沒有 在性別平等的這個概念上 這個價值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這個請部長簽 部長願意簽署對不對 我跟委員這個信念是一致 但是因為這個一定要讓學校配上 我們說 我說配套 我知道 我說的是這個概念 然後附加配套 那配套 每個學校 這個配套應該讓學校是充分的溝通 那我這邊如果再加上 括號 括號大學自主附加配套 是包含在這個裡面 這樣子的思想部長可以簽署嗎 那個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想法 很好 可以啦 可以簽署 我想我們不要用只是片面的一個概念 不需要很微 在多元上面 可能可以給他限制 但是你只要表達你願意簽就好了 我本來是要挑 你簽都沒注意 我先簽了 是 忘記多準備一張給你簽 好 謝謝委員 是 那個 如果部長也支持 那就是好事 那我們也希望說 福大 你要保護學生的心意 我們也知道 但是呢 這樣子一個措施 是真的有調整的必要 然後有配套的空間 然後 也希望說 福大可以正視這個問題 去把這一個消禁把它改掉 這個是我們今天最大的目的啦 那我想部長的思想也表現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表示說 我們這個部長 我們沒有那種威權的思想 具有我們現代台灣民主的特質 這是好事 所以也希望說 以後我們可以說用這個思想 在大學裡面 能夠互相的幫助 好 最後這邊還有一個數據 好 最後這邊還有一個數據 這一套 去做 對學生的關心 而不是去做嚴格的管理 這個思想 希望說 各個大學可以參考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徐委員 好 接下來請搞入移用委員諮詢 謝謝主席 有請部長 好 請潘部長 我們蔡總統 她在就職的演說的時候有提到 一個國家的年輕人如果沒有未來 就代表這個國家沒有未來 所以呢 我們要幫助年輕人去突破困境 實現世代正義的問題 可是現在我們談到高教這個問題喔 年輕人只要一出社會喔 他第一件事就面對一個壓力 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學貸的壓力 請問部長 目前我國有多少學生與畢業生 在面臨這樣的就學貸款的壓力呢 大約34萬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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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次 是 34萬個人次 請問一下公立跟私立的差別 那個市長這邊是不是跟委員做個報告 這邊數據是不是請 這邊有個數據啊 就是教育部在4月份的統計喔 目前被學貸的年輕人已經高達94萬 103年就有31萬人申請學貸 那所有的大學生當中 每四個人 具有一個人申請學貸 而且公立跟私立的比 比例來講是1比4 我這樣子的數據正不正確 正確嗎 詳細的數字我想請市長這邊統計 等一下再跟委員做個確確的報告好了 好 那今天提到的就是我們要提的就是 有關於漲學費的這樣的議題 禮拜一的時候 是本年度的各大專學校 申請調漲學雜費的截止日 這一次又有14個學校提出申請 而這14個學校呢 裡面有四所的是公立學校 十所的是私立學校 私校的學貸的情況其實剛剛有提到了 是比公立學校還要高非常多 可是呢我們卻發現一件事情 私立學校就不斷的申請漲學雜費 這樣的狀況不是在加深 學生的這樣的一個貧富差距嗎 所以我想教育部所組成的審議小組的 學雜費的審議小組 也就希望能夠確實的了解 學校如果一旦要做調整 那它是要參與相關的這個指標 尤其是對於學生的助學 還有辦學的績效 這些是我想在整個審議裡面很重要的重點是 我相信就是關於就是學雜費的這樣的調整 有一定的標準嘛 但不過我們這裡可以看到 這一次14個申請調漲學雜費的學校 有幾個數據喔想要跟部長報告一下 申請調漲3.5%的有很多所學校 像素人護專 他最近4年就有4.5億的盈餘 長庚大學要調漲2.5% 這三年來他的校場多了10億元 總資產高達437億 淡江大學也是要調漲3.5% 他們淡江大學是年年獲利 今年還花了4.26億去蓋國際會議廳 本席想請教一下部長 這些學校的財務狀況非常的良好 卻質疑要漲學費 請問一下教育部的立場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因為在整個指標裡面 財務的透明是一個基礎 也就是說讓學校的各項包含淫餘 或是他投資建設的這一方面 都應該提出來 我想在審議小組的討論裡面 雖然學校提出來 但是實質上會怎麼樣的去同意 審核他的漲幅 或是不是同意他漲 還是會回到實質的內容審核 像剛剛委員所提到 如果這些財務的訊息 在這個學校所提報的計畫裡面 我想我們審議小組的委員 應該會非常嚴謹的來看待 學校是不是所提的這個合不合理 那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在週一的時候 有回答我們委員 也承認就是 考量目前的工作與所的環境 現在不是調漲學渣費的好時機 部長還記得嗎 是 我想現在的大環境 確實不是一個好的時機 對尤其是經濟比較弱勢的家庭 孩子 這都是一個負擔 所以我想這個概念 是在以這樣的一個說法 但是週二的時候 有學生就是反教育商品 有提出剛剛部長一直提到的 這樣一個審議的機制 是否公開透明 請問一下 如果說教育部的學渣審議小組的會議 不管是代表比例 以及這裡面的會議的討論 會公開在網路上嗎 我跟委員報告 目前審議小組成員總共大概15位 包含學者專家 社會公正人士 家長 老師 還有包含三名的學生的代表 所以學生也在這個審議小組裡面 佔大約五分之一的這樣的比例 我想個別委員的名字 我想這公布上是比較不合一 但大家能夠去理解 它整個的結構 事實上是考量了很多消費者的這個角度 那對於整個審議的結果 這個資訊會公開 也就是說 這個學校同意或不同意 我們會有比較明確的理由 也讓各界了解 沒有辦法完整公開 請問一下這個審議的過程 怎麼去證明它是公平跟公正的呢 我想對審議的過程不透明 我想從審議小組委員的組成 而且這比較像學生 他其實是目前我們青年署諮詢的學生 這個學生是來自各界推舉之後 所來產生的 那也從這些學生裡面 來擔任這個代表的學生 所以我想這個過程 對學生而言 它其實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那剛剛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這個審議的結果 會有充分的這些說明 讓各界了解到說 比如審議委員會同意這個學校 或同意這個學校 那具體的理由 包含這些我想都會讓外界來 充分的了解 我相信學生非常擔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避免這個審議的過程是淪為黑箱 部長你認不認同 我想從這個委員的組成的 過程裡面的代表性 這個其實是一個相當 用於一個比較會嚴格審查 也關照到 要負擔這些學費的 不管家長 或是學生的代表的比例來看 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更橫平的去看待 這個審議的結果 那部長你認不認同 調掌調降這學雜費 攸關學生的權益 這一定的 這是實質的負擔 那攸關學生的權益的話 那本席希望部長教育部 能夠去評估 現在的專科以上的 學雜費的收取辦法的第14條 秉持著公開透明的這樣的一個原則 讓這個學雜費的審議小組的程序 跟指標跟會議代表的名單 會議的紀錄 都能夠重新的去討論它的機制跟制度 好我想今年我就跟委員報告 這個組成還有未來的審議的紀錄 會來公開 那至於說這個審議 未來審議小組的這個組成 我想在後續我們會來做更多的努力 對 因為我還是要強調 從上一次的調掌 那二十幾所的學校 一到這次十四所學校 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學生的代表性是誰 那是學生的代表性從何而來 那當然部長也說您不能公開對不對 是指個別的名字 剛才那個結構過去可能大家不太了解 這個審議小組的組成 所以剛剛我也跟委員報告的 這十五位其實他就是這些類型 包含這些青年學生的代表的 事實上就是在過去大家共同推舉後 在這個青年諮詢會裡面 我們邀請了三位來擔任 這一次的審議小組委員 好 那基本上部長也是同意 就是重新再檢討去思考這個機制 我想對這個制度 我們也希望未來可以讓外界更加的了解 審議的結果也都是來希望能夠來公開 大家能夠去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因為最後審議的這個結果 對很多的學生還是有實質的影響 我希望這個部分是能夠更透明的 好 最後我要提的就是那調整的費用到哪裡去 我們要如何監督 可不可以請部長給我們一個回應 因為在學校要提出調整的這個計畫裡面 就必須非常清楚的知道 他調整之後的這個經費是應用在哪些方面 那基本上我想助學 弱勢學生的這個助學 是我們非常重要要求的指標 那另外一個就是學校它實質上 所辦學的這個績效 這也是大家關心 就是現在委員所指教的 他到底這些費用調整之後 是應用在哪一些 這一些在計畫書裡面 都必須明確的提出來 供審議小組的委員來做實質的審查 那請問一下監督機制在哪裡 這個我想審議小組其實就是一個比較具代表性的 來幫忙認為學校這樣的所提的計畫合不合理 或比如說那漲幅 不是學校今天提了3.5%就是3.5% 認為說你如果說所有的東西是 我是要問的就是說調漲後的錢用去哪裡了 請問一下在調漲後的錢用去哪裡 教育部要如何監督呢 我想主要想用在改善教學品質 弱勢學生的助學 那教育部後續也會有實質對學校這方面的一些查核 那如果他沒有做到這樣的改善教學品質 提升教學品質以及保障弱勢學生 那請問一下教育部的後續的作為會是什麼 我想這個查核事實上也就代表著一種監督 那如果說學校沒有依照原來的提的這個計畫 那教育部當然不管在相關的 對學校的原來的補助 包含這個學校如果沒有具實的去執行這個學費的調漲 我想後續這個學校再提這個計畫 我相信審議小組或教育部對這個教育部 一定會有嚴格的 我想我們應該是要持續監督 而每一次如果有什麼樣的一個進度的報告 也希望教育部能提出一份交給本席 這樣可以嗎 好 再接下來就是有關於調漲的審議小組的部分 不可以跟我們的碩博班 進修班 跟在職專班 跟國內外合作專班脫鉤 我相信現在有關於審議小組只有跟學士 大學的這個部分有經過審查 那請問一下其他的部分是不需要經過審查的嗎 是 目前確實委員所說 我們是以大學日間學士的這個階段為主 請問一下部長這部分有沒有必要做檢討 就是在研究所後的事情 是是是 這部分我再來深入的了解好不好 也做一個評估 評估報告可以在什麼時候提交給 就研究所的事情 可以給我們一個月的時間嗎 對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就是大學學費漲幅 在塑專班 進修班跟在職專班 其實學費是非常的高 但是在這個審議的過程當中 他都是跟我們的審議小組脫鉤 最後我希望就是說 教育部能夠朝向 就是我們的高教公共化而邁進 如果是說在學雜費這個部分 可能會有這個經費不足的 我相信現在私校伶俐少子化 這個經費不足的問題 其實我們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呢希望就是在這裡 教育部能夠提出更好的開源決流方式 益助全力然後全面的去推動 我們的教育的公共化 這樣的一個理想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 接下來請張廖萬堅委員質詢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有請我們部長 委員好 部長辛苦了 剛才我看你這樣很辛苦 本來想接你說乾脆領帶就拔下來 剛才那個蘇委員在講的時候 次長就拔了 其實可以輕鬆一點 雖然說今天談的問題都非常的嚴肅 那我也實在是很難過 看到我的母校 福人大學 這個女生宿舍 這個一個門禁的管制會 所謂宵禁或管制 變成在學生會長 絕食抗議 這勾起了我三十年前 既美好又傷心的回憶 我記得以前女生宿舍 我那三十年前那時候的管制 是晚上十點鐘 我想不到想不到說 過了三十年之後 過了三十年喔 結果進步了兩個小時 延到十二點 變成有輔大灰姑娘的 這樣的一個事件 其實我是覺得 部長 我們在這個會期 我是新科立委 我們進來之後 其實落實了相當多的法案的一個修正 都希望說能夠落實校園民主 連高等教育 那個高中的那個教育法 我們都做修正了 都讓那個高中生可以參與 參與這個學校 校服 那我根據一份他們 其實我覺得很奇怪說 為什麼一個門禁會搞到 會絕食抗議 原來這個事情已經 其實已經講七年了 那在去年喔 其實在去年 學生會做了一個調查 針對這個女生宿舍 宿舍生裡面 2238位做了調查 其實有80%的 住宿的喔 女生宿舍喔 是認為說應該改革 這個門禁制度應該改革 不應該這樣子 那有97%啊 認為應該要改電子刷卡 這是學生做的 結果呢 學校又去做了一個對家長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資料 對家長 他說他針對474位家長做 結果說有8成的家長 都贊成維持現狀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如果說我們的高教 他學生都滿18歲了 那我們也都讓他們落實 校園民主去做自己的管理 包括學校的參與 很多公共事務的參與 我覺得像部長 如果你是校長 看到這樣的學生調查 你會從善如流呢 還是會跟校方一樣 去做了一份對家長的調查 是 我想輔大這個議題 確實討論了滿長的時間 那對於這個校方跟學校這邊 跟學生這邊 對話 三十年前 不好意思 我那個年代三十年前 晚上十點鐘被管制 我們都覺得很正常 因為那時候還在戒嚴 那時候還沒解除戒嚴 結果女生宿舍過了三十年 現在是從十點晚上十點 開放到晚上十二點 其他都不准進出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戒嚴 我看這個輔大女生宿舍的 這種管制 比台灣十四戒嚴還久 這個很奇怪 因為經過這樣的時間 其實多校也都有 多元的管理方式 因為維護學生安全 這大家都有共識 所以大學資質 我們不應該去管到這麼細 只是說會弄到絕食 然後電子媒體新聞都上 我覺得然後我們這些老校友 看到學妹這樣子很辛苦 看到學校這樣子還是 感覺上三十年級 進步了兩個小時 我是覺得這個很難去 不知道怎麼樣去講 我跟委員報告 就我了解 校長昨天回國之後 他其實也跟學生這邊 有更多的會談 對於學生的一些建議也提出來 本來是不應該要求你去針對這個個案 去這麼樣投入 不過我覺得它既然變成 這麼大的一個事件 我覺得去了解一下 我想住宿社會八成都反對 其實有很多問題 包括裡面的女生宿舍共同生活規約 裡面就有一項說借用鑰匙 他忘了帶鑰匙 借用鑰匙以二十分鐘為限 如果超過二十分鐘 玉石罰款十塊錢 有類似這樣子 他借用鑰匙隔夜歸還 玉石再罰款一百塊 每日累計 就已經念大學了 還在用這樣的方式 那學生裡面自己做了調查 認為他們可以自我管理 應該改革超過八成 就學校還在堅持他們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弄成七年之後 沒有結果學生去絕食 我覺得部長這個時候 教育部可能這個時候 必須要有立場 我想這兩天我也請同仁這邊 特別跟學校這邊做聯繫 當然也提供一些資訊 尤其譬如學生他的這些訴求 其實也沒有說完全不能有共識 尤其是剛才文也特別提到 透過現在像電子刷卡 這種更科技的管理方法 部長你有沒有心情讓他 再進數一天內落步 他們需要早上就再開校務會議 今天會不會落步 我想需要開了校務會議 如果這個在校務會通過 我想應該會有一個比較圓滿的結果 部長我希望你真的展現你的能力 這兩天我想教育部是相當跟緊密 兩天還要他們還要再結識一天 我說從昨天到 從前面這兩天不是今天而已 我想今天希望讓他落幕 我們很期待 好 在接下來還要談的問題 就是像學雜會 這最近有14個學校的條 那剛才很多委員都很關心 其實我也看了一份資料 部長你知道嗎 現在的大學生有多少人有打工的經驗 我們的教育現場裡面 高教裡面的大學生 他們的生活裡面 他們需要打工的 或者想要打工的 或者有打工的比例 市長跟我提大概差不多60% 6成左右 我根據一年多前的一個 Yes123的一個求職調查裡面 他們說公讀生 現在大學裡面 92.8的大學生表示曾經打工過了 就曾經 那你講的有可能就是他需要 有6成多他需要打工 那其實打工的收入其實不多 那他們在了解這個負擔學費 是大學生打工的主要原因之一 他在做原因分析 賺學費有35.4% 學貸還款是34.9% 其實打工也不錯 可以增加社會經驗 我念大學也打過工 我覺得那都不錯的經驗 可是現在以前 我們想要增加社會經驗的 這樣子的一個歷練 現在那個不是主要原因 賺學費 學貸還款是主要的原因 那麼剛才也有人提到 剛才委員提到說 我們現在高教到底是朝向公共化呢 還是讓他完全商品化 我覺得這個理念 就必須要去思考一個問題 台灣現在跟美國不一樣 我們教改都學美國 這美國的公立大學 他們幾乎都是提供給 你想要念就可以念 他的學費也比較便宜 那幾乎都是有一些弱勢的 或者說他覺得他升級 他想要念 但是他念不起長春騰 或者說那些名校 私立學很貴 所以他去念 他負擔了他可以去念 他有能力負擔 可是台灣現在剛好相反 我們的教改改完了之後 我們發現 剛才又委員提到 其實 念公立學校的學生 跟念私立大學的學生 兩種族群裡面 公立大學需要學貸的 大概 只有17%左右 到最新的 然後呢 私立學校 念私立學校的大學生 他真的去申請學貸的 差不多快兩倍 那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真的也 產生我們整個高教一個發展方向 我們必須要去探討 不是只有學雜費的問題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從整個 這14間 大學他們申請 要來調帳學費 那當然 很多學生他反對 他們反對 其實提出的理由 但你要把他張教他當然都反對 我們是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可是他提出很多理由 其實是 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我再舉一個例子 當我們在致力於提升 國教品質的時候 我們常常用一個最簡單的 叫做師生筆 從幼兒園到國小到國中 到高等中學 高級中學 中等學校 高中啦 到大專院校 結果我們看到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這幾年 我們投注了大筆的高教經費 可是 我們看到了 我們國教階段的 包括我們的國小 我們的師生筆 那麼90學年度的時候 一個老師 教18.6 到了 104學年度 是12.5 進步了 將近六 少 少叫六位學生 到了國中 90學年度的時候 是15.7 一個老師 對15.7 那 最新的 104學年度 是11.5 那也進步了 高中 從19.3 進步到16.6 唯獨大專院校 竟然從19.9 提升到22.9 一個老師 還多教了三個學生 怎麼會這樣子呢 部長你可以回答我們 我想跟委員報告 再這樣子 除了你提到了 我想你之前都回應 我們立法院會回應很多媒體說 這個時機不適合挑戰學費 那其實我們探討了很多原因 剛才提到了很多 現在在大學教育現場的學生 他的壓力 經濟壓力 比課業壓力還大 調查起來 然後 然後 我們看到 學費年年帳 學貸年年在增加 然後 弱勢學生在公立的比例 跟在私立的比例 呈現1比2 從學貸 申請學貸看得出來 然後我們又看到 高教的師生比 不降反升 教學生的數目不降反升 部長你有什麼感想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國中小相關的公立的比例較高 相關的人事費也是來自政府預算 當然 那高教的部分 比較明顯的 私教的部分 就是由學校 那也不應該 那也不應該 不應該成反比 就是我調上學費 結果師生比例 反而一個老師教更多學生 這個現象是對的嗎 是正確的方向嗎 跟委員報 因為現在調漲的學校數 其實在所有學校裡面 占的比例算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想整個還是來自於 整個教育資源的分配的部分 比較會有關係到 剛才談到 能不能讓私校的這部分 它在人力的 私生比的結構上 這牽涉到 就是剛才又委員提到 就是我們私校在辦學之後 它真的整個增加的教育資源 真的拿去改善了教學現場 或跟教育相關嗎 我想反對的聯盟也提出幾個數據 他說長庚的校產 三年來增加了10億多 總資產更437億 它還要漲 中原103年度校產累積也達到13.8 那世新這兩年來 從這個財報上也看到 它其實是有1億5千萬的這個盈餘 素人近4年也有4.5億 一手呢 本來少了2.6 那一年內呢 增加了1.2億 淡江呢 它的獲利存款呢 目前也有10億 就是說 你們在審查 你們即將要審查 那部長你有提到宣誓說 其實這個環境 這個大環境其實不適合去調帳 那高教他們面臨的困境 是真的去調帳 這個2.5%或者1%或者3%的學雜費嗎 去為難這些 其實 在大學階段現在看起來 經濟壓力已經大於課業壓力的學生嗎 22.5% 你們的資料給我們 22.5%的大學生不分公私利 去申請學貸 年年增加 即使你們現在已經有助學的 助學有另外的一個講助 這種重低收入戶的一個減免 學費減免 很多方案 其實它還是下降的有限 幾乎都維持在15% 30% 20%左右 就差不多這樣子 私利大學的學生比例高達將近三成 需要申請學貸 公利的還是有14 5% 就是還維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還有包括我們提到的 我們增加的學雜費 我們增加的高教資源 真的落實在學生的身上嗎 我覺得這個要做一個好好的調查 是 在審查過程我們會特別注意 謝謝委員 謝謝 好 謝謝張廖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眾嘉賓委員質詢 那我們等一下是不是可以在 蔣乃馨委員質詢 結束休息10分鐘 好 謝謝 好 中委員 感謝 主席 各位與會的先進委員 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記者媒體先生女士 工作同仁 大家午安 有請 等一下 因為部長在換裝 鏡頭不要帶 我們知道就 以後更新裝來 請同仁一起來 可以啦 可以啦 謝謝 那麼有請潘部長 好 可以啦 現在進了電話亭 超人換裝出來了 好 謝謝 可以啦 謝謝總委員 謝謝總委員 請問你囉 請問潘部長聽過 複聯會這個組織嗎 是 那你知道複聯會幹嘛嗎 應該是對於我們 關心我們婦女的相關的權利 那你有沒有參加過複聯會 應該是有參與過他們會議啦 我自己本身沒有參與 我跟你講我在屏東縣的時候 我組了一個複聯會 叫做我們屏東縣副首長 及副主管聯誼會 因為我是副縣長 我是找了很多副局長 副處長一起參加複聯會 那如果你還在台中市的話 你有資格 因為你曾經擔任過 台中市的副市長 也擔任過我們國教院的副院長 所以你有資格參加我們複聯會 OK 好 那我來問一個 大概各縣市複聯會的成員 都知道的事情 就是你有聽說過校外會嗎 聽過 校外會嘛 是 你知道各直轄市縣市的 校外會的召集人是誰 市長 是市長 但是通常市長不見得有時間嘛 那你有沒有去主持過校外會 或擔任過校外會的 在過去台中服務的那段時間 我主持過 大概都是你主持的吧 是 因為我想市長大概通常不是 但你現在不是校外會的副召集人 在教育部 教育部的校外會召集人是誰 應該是部長 就是部長您 三位次長就是當然的副召集人 好 那您能不能告訴我 既然你在教育部可能才不到10天 那你在地方政府的校外會 都做些什麼事情 你剛剛知道校外會做什麼事情 是 校外會其實主要是由這個教官他們來組成 一下就點到重點了 對 那也有一個督導的這樣的編制 主要是能夠跨校 能夠對於一些學生校外安全 一些協助各項的這些校外的活動 我參與過的部分 我也聽過他們這樣的報告 事實上以這個為主要 可能你在副市長的任內時 任期比較短 那問一個比較深入的 你知道校外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 叫三村專案嗎 不是台三線 不是三條線 是三村 你知道哪三村嗎 我直接告訴你 春徽專案 春風專案 跟青春專案 這樣就有印象了吧 你知道青春專案這實行什麼吧 青春專案 青春那個寒暑假時間 通常警方配合警方 對賭博性電玩這些的部分 那春風專案呢 市長要幫我們補充嗎 春風專案 你知道是 還是更直接的 春徽專案知道吧 春徽專案 就是防治毒品 防治毒品 好 你覺得在校外會 目前的工作當中 這三村專案當中 哪一個你覺得優先重點 要持續加強推動 三個都很重要 但如果以來講 毒品是我一直很重視的 對 你反映出多數家長的心聲 你知道目前毒品的氾濫通常 我們說這個濫用藥物 不要說毒品 濫用藥物呢 湯通常在哪個階段會發生 當然各個階段都有可能 以目前我們最擔心的是 青少年學生的這個階段 因為有很多好奇 很多這些 尤其是樣品 樣態非常多 不小心就可能染上了 所以在國中高中這個階段 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副聯會的成員還要主持一個會議 我說副首長啦 副市長副縣長 就是反中錯跟強迫入學的一個會議 這當中呢 我聽過很多第一線的教師跟校長告訴我 他們對於怎麼去防治校園毒品濫用 大概從國小到國中就要銜接 如果一個小學的畢業生 他在學校裡面就可能有吸煙的紀錄 他進入高國中的時候啊 通常呢 老師會去銜接 提醒國中老師 這個呢 在國小曾經有吸煙 可能他的交往比較複雜 那麼要特別注意 那到了國中的時候呢 老師們會告訴我說 那些在學校裡面曾經吸完煙 還會嚼檳榔的 這個可能他交往就更複雜了 這些呢 到了高中之後啊 大概都是目前我們比較會去關注的 就是高風險的人口 這都是我主持啊 三村專案當中啊 去得到一個教訓 但你知道嗎 春衛專案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尿塞 是誰在做整個策劃跟規劃執行 春衛專案 在高中職的部分 應該是教官 生活輔導組吧 還有生活輔導組 其實呢 我這裡必須說的 目前校外會在我看到的 在各地方政府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 就是在幫忙協助各高中職公私立學校 進行校園 這些所謂春衛專案 特定對象的尿塞工作 這是我們校園防毒的第一道防線 如果我們能夠防止藥頭滲入校園 這道防線一定要守住 您是不同意 是 好 但是呢 剛剛我們聽到我們黃國書黃委員 事實上我的第一次對前教育部長的質詢 也在談到校園教官的角色跟定位問題 我現在沒有在談校官 教官要不要退出校園 我不用談這個事情 因為那是個既定政策 在103年起8年內 要陸陸續從大學到高中職通通退出 那一次我質詢的重點 我關心的是什麼 我關心的是 在目前這些即將要離開校園的校官當中 有許多他是未官 因為按照我們的軍職人員服役 升到少校官階 才有可能 服務年資可以達到領終身奉的地步 但是未達少校的軍訓教官 在未來離開校園之後 他可能就需要輔導轉業 就是我擔心他成為黃國書委員所的 國道收服員的狀況 我特別給教育部 三個月的時間 從3月6號到現在 3月11號到現在 快借滿了 快借滿了 教育部準備好 要怎麼樣輔導這些教官 可以順利的轉任其他校園人員 或其他的校園文職人員 或其他的回到國防軍事體系 準備好了沒有 是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接任之後 還沒有時間討論到這個事情對不對 這個是師長要趕快跟您報告的 因為他過了幾個星期 才過下一星期就要交報告給我了 交到我們本委員會了 但是我今天要提出的 我不只是關心未來 當教官要離開校園 我們怎麼樣輔導他轉任 轉業之外 我還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教官離開學校之後 他留下的工作缺口誰來做 在很多大學都已經在做了 因為很多大學教官 以台師大來講 剩他三個而已 很多教官做的工作 心理輔導的工作 有專門玄奘大學 找了心理專業輔導的人來做 你說宿舍管理 在很多國中高中住校的 本來就不是由軍人來擔任管理 在很多校外糾紛的處理當中 其實很多學校聘了法務專業人員 來取代過去 我可能這樣講你有點覺得 教官好厲害 教官你在房子 大學生在外面住房子 跟房東發生糾紛 還是教官去協助處理的 但是教官不是學這個的 他不是學法務的 所以當校官不在做那個職務的時候 不在那個位置上的時候 我們的高中子跟大學 有許多工作空出來 這些工作需要有專業的人士來執行 教育部這些人力缺口的填補 準備工作培育工作準備好了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就剛剛之前在討論 包吵緯這邊有特別提到 我想這八年裡面 我們會 我說一定是肯定教官 對學生跟校園安全 這個的貢獻 但是為了不要讓 剛才委員特別提到 教官他的職涯 還有這些晉升 所以我想這個八年的計畫裡面 一定是會比較以緩進 然後呢 也能夠考慮到 地補專業人力的同步 我想過去幾年大學 其實從一千多位到現在的七八百位 其實這個過程當中 也很多學校所需要的專業人力 是用這樣的一個地補 所以部長 你們的市長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個工作盤點 到底目前校官在校園裡面做什麼工作 第二個專業培養 他這些工作以後要哪些專業人員來替代 第三個就是現在可以做的 叫做預算保留 其實坦白說我問了很多校長 他們其實並不是一定要穿個軍服的軍人 在校園裡面做入口的站崗 不是要這樣子 是要有個人做這個事情 但是為什麼學校的老師不做 因為有教官啊 那為什麼教官要做 因為很多原因我就不提了 因為很多轉任校園教官的軍職人員 都有個人家庭跟職業生涯的考量 甚至教育部每年的招考 專門招考穿著便服的平民 經過受訓之後變得穿著軍服的教官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錢最重要 你知道現在教官一個月可以領多少錢嗎 知不知道 大概多少 來吧我們告訴你齁 目前我們經過一一人力網啊 高中職公私立的合併啊 大概領的錢大概3萬9到5萬3 高中職的教官是領5萬7到7萬4 這是我根據教育部提供的資料換算出來的 還有配合上人力網 其實今天很簡單回歸到一個供需市場就上法則 如果教育部把你補助給私立學校 編列給公立學校 教官編制的預算保留給他 他這些錢 他不要說請兩個啊 請三個 校門口一個保全 一個心理智商師 再請一個呢 法律顧問 法律專員 幫忙協助處理學校的 學生的校外生活事務 綽綽有餘 重點是你們預算有沒有留下來 有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從過去在大學裡面 教官跟專業人力的地補裡面 就是這個原則 就是會不會讓學校 這個比如說教官已經退休或離職了 然後人事 這費用啊就流失 這個學校就抵不了 那私立學校是不是也是如此 我想這個原則是要 很明確對不對 對 這才能真的兼顧到 學校安全跟專業人力的需求 那我今天就是請教育部 下個星期 上次我要的報告到了之後 現在補一個資料 也可以容許你一個月或三個月提 因為你還有 還有六年的時間 我是說教育部在 教官的這個事情還有六年的時間 你把這未來六年你的人力 逐年的精簡 然後替代的預算怎麼編列 人員怎麼培訓補位 這些做出一個六年的計畫 好不好 我也希望你可以幹六年的部長 如果我們小英當八年的總統的話 我當然希望你至少要當六年的部長 把這事情完成 好不好 我們來努力 努力啦齁 好 那但是我還是要告訴您 儘管是如此 儘管是如此 我還是要回到一開始我說的 校外會 山春 青春 春風跟春徽專案 這當中校園毒品防治最重要的春徽專案 到底如果教官不再擔任校外會的主力幹部的時候 怎麼樣教育部協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司力的高中職 防渡校園毒品的入侵 這個事情要想想清楚 因為過去我在縣政府任職期間 我跟校外會配合很好 因為包括我們要揪出藥頭 我們希望特定學生能夠接受警方的詢問 目的不是把學生當嫌疑犯 要罰他吸食毒品 是希望說誰供應毒品給他 取得線索去抓那個藥頭 教育部基於保護學生的理由 堅持不願意讓我們的學生 不管是國小 國中 高中 接受警詢 但是呢 我們有了教官的配合 教官他至少在校園裡面 對於學校的生活輔導人員來講 對於警方人員來講 他是一個著制服有一定權威的 那麼他的確在這個事情上發揮了相當的功能 但是當今天他們不再擔任這個位置的時候 教育部要好好的想清楚 春暉專案 校外匯如何的因應著 校官不再繼續留在校園執行這些工作之後 怎麼樣去接續起來 這個部長可不可以想辦法提一個 你們的計畫構想給本會 可以嗎 我想在這個整個構想計畫裡面 我想對於原來教官有在執行的這些情況 我特別講的是春暉喔 特別講的是校外匯喔 校外匯的設置條例 你再看一看裡面有教官的成分在裡面 那一旦教官不再留在校園之後 春暉專案 校外匯以誰為基幹來構成 現在坦白說 校外匯裡面的各縣市的執行秘書 副執行秘書 通通都是由我們的軍職教官在擔任 我們當不管是造極人 副造極人 其實我們是最輕鬆的 我們只負責主持開會而已 真正辛苦的這些基幹 這些基幹要怎麼樣找到 稱職合適的人員來替代 請校外部育委籌謀好不好 好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中委員 好 接下來請蔣乃欣委員質詢 主席有請部長 好 請部長 委員好 是 委員好 我想禮拜一 禮拜一的業務報告的時候 我就請教過部長 問部長你認為現在是不是 調账學費的時機 那部長當時是說 現在不是調账學費的時機 那不是調账學費的時機 可是學費會不會調账 這是兩個不同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部長說 調不調學費 還是有看審議委員會的決定 好 那如果審議委員會 要通過的話 學費還是會漲 跟委員報告 所以大環境確實 現在不是好時機 那因為教育部也建立了一套 學校要調账的機制 我知道 所以我們會進入這個機制來 所以從98年到102年 動漲 那個時候也有這個機制 可是學費都沒有調漲過 對不對 那是一個政策 103年 14所學校提出調漲學費 審議的結果8所通過 104年 23所學校申請 審議的結果有9所通過 那現在105年 14所申請 我相信絕對有幾所學校會被通過 所以部長 你剛才講的 不是時機 是你個人的意識 不是教育部的意見 所以學費還是可以漲 對不對 我跟委員報告的是 這個階段不是好時機 我想這是大環境 但教育部從這幾年所建立的這個機制 我想應該是一個處理現階段 對 我想這個機制計案件 可能比較不適合說 尊重審議委員會的決議 對不對 審議委員會在6月底前會做決議 審議委員會通過了以後 還是會漲 那不通過的話就不會漲 所以有些學校會被通過 有些學校不會被通過 不會像98年到102年一樣 你通通說來我一次 反正教育部的政策就是不漲 所以教育部表面上說不是好時機 有審議會決定 可是到最後還是會有學費會漲 那說實在的 當然也有學校講說 你不讓我漲 那我就要撐不下去怎麼辦 那你不讓我漲 我就把該有的東西取消掉 有些輔導師就把它取消 人員取消 把人事費用嫌少 把人事費用減少來降低學校的成本 因為我必須要漲 我維持不下去 那就像剛剛委員講的一樣 你不讓我學費漲 反正大一新生你有審議的機制 在職專班沒有審議的機制 推廣教育沒有審議的機制 所以我就從那邊拿來收費 來彼補這邊 那對我們的終生教育會不會受到影響 要怎麼辦 所以每年的這個時候 大家都在討論 學費該不該漲 這個議題年一年在討論 所以我說漲學費是一個假議題 真的議題是教育部會不會去面對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怎麼去處理的問題 部長你認為真正的問題在哪裡 我跟委員報告 確實整個教育經費 不管從學校經營各方面 他們也覺得經營上是有困境 這個我想大家也理解 那另外一個當然我說 這幾年整個在經濟環境或這個家庭收入各方面 也不是很理想 所以這個確實產生了比較矛盾的 為什麼說有98年到102年這幾年 有5年的連續的動漲 那當然也因為學校也確實反映了他們經費上的需求 所以教育部才去建立這個機制 這個機制其實是要求學校 如果真的你提出的漲價調漲學費 你必須要透明 而且真的你把這個經費用在哪裡 我想這個可能比完全說這個動漲 或是說完全支持全幕長 我想會是一個比較目前 真正務實地去看到學校的機會 那審議委員會決定哪個學校長 決定哪個學校不長 他長不長的理由 你們教育部會不會公布 會 會公布 對 就是說為什麼同意他 不同意他的理由 會清楚地讓各界知道 那至於哪些委員贊成 哪些委員不贊成 你們不會公布 這應該是一個共識訣 因為這裡面也有三位學生的代表 共識訣就很好把責任推到委員會去 反正是共識訣 所以98年到102年 因為金融風暴 政府的政策就是不可以漲 所以再開委員會我是不漲 原因就在這裡 如果我們認為說是 現在雖然不是好之機 可是我還是容許他漲的話 當然委員會的決定 會有些學校會漲 所以我跟委員報 基本上今年不漲 明年還是要漲 明年不漲 後年還是要漲 中永年還是要漲下去 為什麼 這是一個結構問題 所以談到結構的問題 教育部到底有沒有面臨到這個問題 去面對這個結構的問題 那這個結構的問題是最重要的 就是真正的問題 真結點就是少指化嘛 就是少指化嘛 那這個人口的趨勢 教育部有沒有 有啊 可是有沒有真正去面臨到 去檢討 如何能夠來解決這些問題啊 可是教育部從來沒談到過這些問題啊 所以真正的議題是少指化 真正的議題是這些退場 真正的議題是這些學校 將來如何生存的問題 我們要不要這麼多學校的問題 對不對 部長 是我想委員提到的是非常核心的問題 這也是教育部後續啊 在整個政策資源的分配處理上 會有這樣的一個規劃 也就是除了大學的創新轉型 這裡面我想有很多啊 也都會跟剛才委員所提到 然後第二個是對於轉型啊 那現在也會以建構這個基金的方式 切實能夠發揮這個效益 基金也好 您講的50億的基金 50億基金從哪裡來 50億夠不夠 50億你要退場幾所學校 說不定退一兩所學校 50億就用掉了也不一定啊 因為從今年開始 所以你的目標是什麼 你的目標多少年之內 要退掉多少學校 我跟委員報告 有沒有這個目標 現在目前我也請同仁開始做的是 全國各區域的高教的 整個資源的盤整 因為從這樣的部分啊 才不會因應未來七到十年啊 因為有學校轉型之後 反而會出現高教 也許可能會整個偏失掉了 台大大大一的新生收入的學生是多少成數 大一的學生 台大 台大 104學年度 收的大一的新生有多少位 不知道 那 正大 這個數據我請同仁同學 是 所以教育部你一定要去考量這些問題 這些 當你了解各校新生數 收出來以後 你會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配合少子化的趨勢 部長 你知道不知道 117年 大一的新生人數有多少 應該18萬左右 18萬 好 我放個圖片給你看一下 好 現在 要更低 今年 105年 25萬5千多 117年 是到15萬8年 要少10萬的 部長 10年要少10萬的 少10萬人 學生數 要少掉多少學校是收不到學生的 那我剛剛請教一下部長 你知道不知道 台大一年收多少學生 政大收多少學生 頂大一年 多少所 他們要收掉多少學生 請問一下 這些學生數會不會減少 你教育部會容許他去減少學生數嗎 不會 如果台大學生數收入學生減少 你教部改嗎 你不會的 家長也不會同意啊 這些頂大的學校 他每年收的學生數 有多少 典範科大 每年收的學生數有多少 教卓的學校 他每年收的學生數有多少 如果部長不知道 我放下面讓給你看 頂大的學生數 頂大的學生數 一年要收兩萬多 教卓的學校 一年收七萬學生 典範科技大學的 一年收兩萬學生 這些統統加起來 十一萬兩千多 好了 我們現在如果一百零五年來算 這些學校絕對收滿 對不對 二十五萬去掉十一萬 還剩下多少 十幾萬 一百五十八所學校 扣掉頂大 典範 教卓五十七所學校以後 還剩下一百零一所學校 一個學校平均可以分擔多少學生 十四萬學生 十四一千四百個學生 夠不夠他維持 不夠吧 有些學校會超過 有些學校會低於 那如果到一百零 一百一十七年 十十五萬左右的學生 如果頂大學生數 教卓的學生數 典範的學生數 沒有減少 招生數沒有減少 一百一一百十五萬多 扣掉十一萬多 還剩下幾萬 四萬多學生 四萬多學生 你要分配給一百零一個學校 一個學校只有四百多個學生 請問一下 學費漲一倍 也不夠學校維持 怎麼辦 十年的時間 就剩下十年的時間 教育部敢不敢去面對這些問題 教育部會不會去面對這些問題 這才是問題的癥結點 每年在探討學費 該不該漲 假議題 真議題誰來去處理 教育部 部長 是我跟委員報告 委員剛才所分析的這些數字跟趨勢 也正是為什麼教育部必須啟動 整個學校創新跟轉型 因為如果說一直用現在的大學的量 就如委員所提到的 學校的經營 確實是一個難題 所以也希望在未來的七到十年之間 我們也希望能夠投入一些資源 讓學校的這個資產資源 能夠做這個其他 屬於在公共這些服務的各方面 包含跟企業的一些結合 到一百一十七年的時候 百分之七十的學生是進入頂大 最後段的學校 收到是什麼樣的學生 最後段的學生 通通到中段的學校去了 後段的學生 一個學生都沒有 後段的學校有多少會 幾十個學校 這些學校全部要關掉 自然就會淘汰掉 沒有學生就會完蛋 就會關掉 怎麼辦 退場 如果只是還是目標說 我這個慢慢50億的資金 然後慢慢轉型 可是事實上這些人口的結構 發生了以後 受不到學生的時候 這些學校怎麼辦 通通來跑到教育部來找你 你教育部要補貼大班嗎 還是怎麼辦呢 教育部 拜託一下 思考一下 這就是我上個禮拜講的 高教藍圖很重要 比十二年國教 改變入學的方式還重要 的原因就在這裡 希望部長能夠 直接的思考 以後 我還會跟部長來請教 謝謝委員 我想我們也會往這個方向來做 相關的規劃 謝謝 好 謝謝蔣委員 好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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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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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